這個呢是我們有一個發問的這個連結 就是這個你只要打slido sli.do 然後輸入今天的這個房間號碼2164 那你就可以隨時發問 或者是匿名的發問 那我是主持人 然後我今天也會看一下就是線上的這些問題 然後來隨時問獎人 那今天的Wi-Fi的密碼是2579-8321 如果你在這裡搜尋不到的話 可以連連看這個Wi-Fi 好 那開始之前呢 我們想請就是今天來參加他的朋友 就是非常簡短的自我介紹一下 就跟大家講看你叫什麼名字 然後你從哪裡來 來 那先從這邊 大家好 我就常當 我們可以工作者 平常也會去參加聚靈明 所以算是關心過雲科技跟整個社會運動的社群成員 謝謝 大家好 我叫Aaron 我是OCM 慶菲的機制技藝 跟另外一個機制小吃心 但是今天不在 那如果 我沒說什麼 不然你不是在那裡 我沒有說什麼 哈哈 大家好 我是Kirby 等一下會分享 一個獎子 大家好 我是宜昌 等一下會分享 當參委員 為什麼要這樣 這個獎子 等一下會分享 等一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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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叫張學平 然後我是一個網頁請專門的工程師 然後對GVB的一些公民科技的東西有興趣 然後先有人提名一下 那我從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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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Roman 台南人 先到路程師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Jason 然後執政BTP效果 大家好我是Sam 然後我是UI 是GC 大家好我是宜昌 我是工程師 現在來做直播的 就是Johnson 然後我IgC 跟Shawah 然後I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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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其他工程師 Juzan 購物員 大家好我是Nicole 我目前在政府待會兒所 那我之前在科法所 就是根據你的疫情報名 在外面 謝謝 大家好我是小龍 我是TMD的健身助理 大家好我是Dora 我是 全球日冷台灣之友會 全球日冷 謝謝 我是1號 我是半大宋的愚工 下次黑客送在12月17號 12月5號開始報名 大家好我是IgC 我是生態工作者 現在是在做不表面集 大家好我是小黃的公務員 大家好我是IgC 我是IgC 大家好我是Jazz 大家好我是Jazz 大家好我是全愛嗎 還被人 現在是 大家好我是Kin 我是組政治器人研究所 對工技科技有興趣 大家好 我是小青 莫本大學的研究生 大家好 我是安娜 我來自一個杜湖平台的建築團隊 大家好 我是紫陽 我對公民有興趣 大家好 我是居安妮 我是艾亞工程師 就是他還有選一些後端 就是我對G01的很多活動來供應的一些參與很有興趣 那就是公司剛好可能是後面幾天可能會到G033去參加那個Democracy的那個一個代表 所以我想說 因為還沒有很多錢 所以我想要來這邊祝福大家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武器書 我朋友都叫書長 比較日文化 我第一次來參加 看這邊 陪我寫成詞起來 想了解一下這邊有什麼可以幫你參加工程 謝謝 等一下 要我來 吳馨烈 艾爾尼 我的前一份工作是WeRise的技術長 那現在是FreeLens 我是Rain King 然後我是Potting 嗨 我是C-L-G-O 那去年一開始的發洩人之一 然後也是開放網畫資金客的導師 那這個計劃其實是在開放網畫資金會先進行國際交流 讓我們到台灣做公立關係 跟台灣有些很深度交流的一個成果之一 所以今天來跟大家發表這個 就是我們機會跟我們一起去的這個分享 我們後面還有幾位新來的 剛剛到了 我大 我是居民 我來自這個大 好 下次說了 大家好 我叫做紫棋 然後 跟台大學姐決定 然後我平常 有顯示的興趣 然後 很喜歡GV 還可以跟我們參與第一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Danny 但我目前認識於雷亞遊戲 然後 平常參與這群就是Sika 比較多 大家好 我是 就是科的 然後我現在是大師 要準備生所有的學生 那我平常自有在公立這些公民 然後所以直接來聽一下 喂 拍一下 大家有之後把 我是工程師 再接過來 幫拍子 我是舉點 然後看一下 就是關心一下這位議題 好 這個 大家好 我是 製品順 你好 要拍照 嗨 我是李烏熙 我從 我住在八省 今天受高層長的邀約而來 我做聲音藝術 好 大家好 我是李烏熙 李烏熙 就是對 就是現在在研究這個 人數位去使得有 李烏熙 有沒有一些相關的議題 好 那我們先到這裡好了 那個 今天的活動呢 主要是開放文化基金會 那開放文化基金會 其實是 這個 這個 在距離幣裡面發起 但是是 就是台灣很多 這個 這個開源社群 共同支持的一個 單位 那開放文化基金會 平常在做的 就是支援 就是很多不同的 這個開源社群的 這個法源 捐款 收據 行證等等的工作 所以支持很多 這個大型的聯會 那 除此之外呢 我們也現在有這個 國際交流的專案 那今天這個活動是 經濟部工業局 跟基金會 贊助我們這個 這個出團跟今天辦 今天的分享會 那 這個 這個國際交流計畫呢 其實主要分兩大塊 第一塊 其實是 就是我們邀請 國不同的這個講者 來台交流 跟這個 法國在台協會 AIT 然後這個 加拿大 都有過這個 合作 那另外一個部分 其實是我們贊助 這個青年 到國際參加這些 跟開源有關的會議 那現在比較新的進展 是我們這個 國際交流計畫 還有開始就是 在公民科技這一塊 就是在更深的跟這個 距離比社群合作 那發展一些計畫 像是 這一次出訪 那個 Coco America Summit 那這也是在我們整個 國際交流 就是要做這個 串聯的工作的 其中一部分 那 接下來我們也會就是 做這個 國際的這個 Civitech的news 那現在這個 根據社群的投票結果 是確定這個 news的平台 它叫做 zero news Ginley News 所以 接下來我們就會用這個 branding 那因為用這個branding呢 所以我們也會希望 就是更進一步 跟這個 GinleyV的社群 大家一起來討論說 我們整個這個工作 應該就是 怎麼樣的開放 或是怎麼樣 讓社群可以參與 那這個是接下來 可能會發生的部分 那我們有個捐款的網址 就是 是蠻 蠻缺錢的 所以如果 這個大家今天聽完這個分享 會覺得不錯的話 可以上這個OCF的網站 好 那 最後再提醒一下 今天有個共筆的連結 然後隨時發問這樣 那 共筆的連結 大家可以到這個 Handpad 去找OCF TW的Handpad 然後你第一個出現的 應該就會是今天的共筆 那第二個是一個 發問的平台 你也可以匿名的發問 如果你想要問一些 比較尖銳的問題 或是你覺得這個主持人 主持得不好 你連結上面就是 匿名的就是 留言 沒有人知道你是誰 你只要打 slido sli.do 然後輸入今天的房間號碼 2164 你會進到一個 像留言板的地方 好 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我叫阿端 然後我現在是 開放我媽基金會的副執行長 然後我現在是 也是在負責這個 整個國際交友的這個工作 那 這個 這一次我們 呃 11月初 到這個美國 歐克蘭 參加這個Core for America的Sign 就是他們的年會 那 這個 Core for America 其實是在美國 就是一個 公民科技的這個組織 非營運團體 那 根據零V有一些 相似的地方 也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那他們近年來 他們這個 可能最近這一年 他們Focus的部分 是在他們的一個 Fellowship的計畫 那這個Fellowship計畫呢 其實基本上就是 他們找一些 科技業的這個人才 或者是一些設計的 做UI的前段工程師們 就是這個 一年休假的時間 到這個政府單位 裡面去 就是改善他們的 很多這個服務 那這個 這個Fellowship的這個計畫呢 就是這個 一年的時間裡面呢 他們也會跟 其他不同的地方的 這個Fellowship Fellows 就是互相 分享他們的經驗 所以這一次Fellowship 其實基本上很多是 他們這個 合作的成果 的這個分享 就比較大的 Keynote的部分是這些 那 他們這個合作 範圍其實非常的廣 從白宮一路到 就是中央政府 然後到各個地方 不同的城市 小單位 或者一些警察局 等等這些 他們就是有 不同的這個合作的單位 那 廢話不多說 那我們今天先歡迎 第一位這個講者 柯比 那柯比要來 跟我們分享 他們把這個Fellows送進去以後 他們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再重新思考 跟重新設計這個 政府部門的這個 公共服務 好 那我們就歡迎柯比 掌聲謝謝 OK 大家好 我是柯比 然後剛剛介紹過 這位柯比 然後 我們 我們這次去的是 我們這次去的是 在俄加州裡面的 那來 我們先到 舊中央的那個機場 然後大車 然後我們來去 中間還在森林 台北有一個套 關於捷運 那 那可能對 不一定大家對美國的首相 我就是其實是第一次去美國 所以說 給他一個概念 奧格蘭在舊金 在過一個 過一個 過一個 然後你如果可以 跟台北相比的話 其實你會覺得 不會很大 但實際上 他在哪裡 那時候就在 對 這個地方 新興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住這邊 我有一次就走 走過來這邊 然後這個地方去 去 參加他們的那個商品活動 好 這是那個活動的那個場地 叫做 City Center 這個地方在那邊 但是還蠻涼的 所以穿了一個原因 好 那他們那個 Cover America的商品 大概一分成三天 第一天第一 其實算是前一天 它是一個workshop活動 然後有很多場吃 你可以去報名參加 然後那就是一個 Coverall的一個討論這樣 那接下來兩天 我們可以看到 藍 紅色的一部分 一個是Keynote 另外一個Session Session 就是參加很多場 然後Keynote 讓大家一起在一起聽那個 像是這樣的一個speak 你可以看到現在這邊就是 那個場地 然後這位是 一部分熱大的那個 幫的 好 然後 這則是那個Session 那個 異常的大型 的那個大概 的那個狀況 這個 還算很大 它其實大部分 大概都是像一個 這樣比較小的場地 我已經坐在最左邊了 然後右邊就挺小 然後大家可以感覺出來 沒有很大 然後一個活動 大概可以塞 6、2、3、4個人 他們每一個Session 大概 就是 75分鐘 很有趣的是 他們每個Session 其實75分鐘 不是全都拿來坑上 有的短到大概 10分鐘以內的坑上 完了之後 要做什麼 他們就是用一個類型 的形式 或者是問答的方式 像剛剛這場 我拍的時候 其實我剛走進去 他們已經 開始準備要進到那個 問答的部分 這個實在是在 TOPPOO的那個 內容討論的這個方式 其實就是隔天的 那個Session 它就是在同樣的地方 還在 那個場地是這個樣子 之後 你可以看到這個TOPPOO 內容討論 現在還是要坐的人 都來自各個國家 比方說 坐在這邊 就是來自巴基斯坦 然後這位是日本 然後這邊還有那個 羅馬尼亞 然後或是 像是 荷蘭 其他地方的地方 其實收集一下 大家的那個 Logo 你可以看到 Australia 或是 German 或是羅馬尼亞 在這裡 我們當然也在請問一次 不過我覺得我們這邊 性質是有點不一樣的 比方說像 巴基斯坦 他們有這樣的專案 這是他們 TOPPO Pakistan 跟他們當地的交通警察局 合作 去做了一個APP 可以在 手機上去追蹤 交通意外發生的地點 當然是 可能 有人看到意外事件 把它追蹤上去 然後也在這邊看 好 那 他們其實是類似一種 FAROR的那種 形式來入座 就是 由那個 巴基斯坦那邊 我們來 派一些人 做這個Driven 警局合作 那 這比較像是 其實蠻多 COPPO什麼系列的這種組織 他們看起來都是這樣 入座的形式 那像我在 那個 有一次 有一天晚餐 跟COPPO Germany的一位 女生我們在聊天 就談到 在 德國是不是還有類似這樣的組織 他們其實有提到 一個CCC的組織 那個組織跟 COPO這樣的概念 又不太一樣 我們剛剛提到 COPO系列的這樣 比較像是說 我們有一個 合作的機會 然後不管是跟政府 或是其他單位 我們去做一個合作 但實際上 有些專案可能不會是 這樣形式來入座 甚至是說 它 這樣合作形式 它可能發生在 右邊這種的組織 比方說 我們有些是像是 揭露移造 或是比較攻擊政府 政策的那種形式 又會出現在主編 那種形態的組織 這次我在這邊觀察到 第一個現場 所以我們CCC商務長 GV 是不是COPO 什麼的 一個成員那種感覺 其實這邊會 有點出目的 很像這樣 因為我提到的這些性質 他們其實在Kino的 成員組成 是稍微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感覺 你可以看到這邊 是 我剛剛講說 兩天的商務 有紅色的部分 幾乎佔了一半的Kino 那他們其實輪流上台 那個時間很短 大概七到八分鐘 而且他們的 不管是Speed 或者是他們的 簡報都是有Reboard 還有精進排版出來的東西 然後你可以去看到 他背後的成員有哪些 我稍微算了一下 大概有五種類型的 來自COVER RECA 或是他們的FERROR 不然就是來自政府 還有其他企業的人 這些 曾經出現在台上的人數 不是很精進的說 其實這邊有二十八個 大概加起來就是一比一 政府來的人大概二十八個 他們站的大概二十一個Session 這其實是很難想像 像說 因為他們這邊其實有一些 角色是 政府裡面的 不是基層的人員 甚至是市長 像這位是他們的 其他單位的某一個Officer 這樣子 那我其實蠻想像說 我們有一個什麼什麼 風靈運動的專案 然後結果是 朱蒂倫跟五個人 我們在這邊一起分享一下 所以 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今天是 我其實覺得他這個 這個工作蠻有效率的 為什麼 因為就是說 我們今天如果要推動什麼事情 你用比較合作的形式去做 我們把這個理念 打到他們政府裡面去 這個東西做得不錯啊 所以說 我們今天有一個SAMI 在這邊分享的時候 我們利用像是 講SAMI的形式 然後七八天中 精進去製作的一個 簡報的形態 我們來去 把我們所達成的目標 分享出來 看看是否可以促進更多合作 這體積聽起來是不錯的 OK 他們做的一些專家 剛剛那一組來說 他們其實 都有一些關鍵詞 我幾乎聽了不下幾十遍 就是 我最常聽到的 比方說 有提到Links.op 什麼User Testing 或者是像是JoinMap 等等 我們剛剛那一組 那個警官跟Ferro的一個 組合的專案原理 他們其實是要做一個系統 橘色這個部分 叫Response Brain 這個東西 他們 他們這個警察局 在收到91 的電話的時候 他們要去處理 對不對 所以收到91 然後呢 可能跟這個事件 跟某個人有關 他們取得任何人的名字 在沒有Response Brain之前 這個名字的人 喂 他可能會 直接給我進到監獄 或是 直接送到 就直接送到 他自己的處 喂 喂 OK 最後或是直接送到醫院去處理 也許他是一個精神病人 或是怎麼樣的情況 那這個東西 適的時候 它會變成一個 有點像是 喂 喂 喂 有點像是 最大宗的那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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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anyway 變成監獄 或者是 或是 其他機構變得處理監獄 是很大的一個單位 所以他們想要有個Response 他不能說 我們至少可以透過一個 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他發生過很多事 所以我們可以進到一個 比較好的處理型態 比方說他有一個 他的Test Manager 或是 我們可以去丟給你 社交服務等等的 一種型態 所以他們有這樣的概念 但這個東西 其實不容易取得 因為收到 九一電話之後 取得名字之後 他們要去用的名字 搜尋取得這個Plan 然後也許 都會下載的按鈕 或是 我選擇 我就要取得他的Plan 然後那個Plan 就會透過 Email寄到他們的 形象裡面 然後可能還要在裡面打開 而且這整件事 是在開車的獨鐘去做的 所以聽起來就怪怪的 然後他們就由Failure 這邊來說 我們來做一個機制來 把電視聽得比較好 所以他們開發的是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Android A 這看一下有多少 可能在Table上面看 所以 這個Plan 就是大概 他其實跟九一電話 那個整個還不錯 所以如果九一電話 打過來 我沒有取得這個名字 你可以自動的 得到這個資訊 裡頭包含了 剛剛講的ResponsePlan 如果這個人發過很多次 事件的話 甚至還有一個固法 裡面就會記載說 如果你跟這個人要互動 你該怎麼做 你要說我要講什麼話 然後我要怎麼樣 去跟他interact 才不會說 也許是要攻擊什麼樣的 除此之外 我們在處理這件事的時候 他可能還可以說 我只管我處理完 我可以在裡頭寫一些feedback 把他有什麼樣的情況 把它記載下來 那這件事情 他們其實不光只是說 我們想到一個app 我們要來做這件事 他們在構想的時候 他們其實去做 當然一方面是做 跟client 或是就是剛剛講的那一些 目標 目標分子 我們去做一個幫探 然後另外一方面 他也會利用這個 我們來做user testing 就是給警官真的去使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我剛剛舉的只是一個例子 他們實際上很多個 像Vero的專案裡面 都有所謂的user sentity 然後前期他們不會光是說 我今天有個idea 我把app做出來 做出來就丟著 然後他們會去試著 測試這東西不行 或者是在前期 我們就做一些research 來去開發這個app 所以這邊有另外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 他其實是在探討說 像我們常常會有一些社會福利的 補助計畫 那各式各樣的福利補助計畫 那我們今天如果是一個 比如說低收戶 或是身臟 像我們心臟的人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去申請 他們就去真的訪談了一些人 然後去了解了整個申請的流程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人 然後他要取得 也許你做的話 他要經過什麼步驟 這每一條線都是一個步驟 然後進程不同的階段 然後他們在探討 他的難度的時候 也用這個顏色 比如說這邊紅色橘色紅色 去判斷他的困難程度 像這個就非常困難 然後難度比較高 然後花比較多的時間 或是比較痛苦的 用狀況下去的 我們可以放大一點來看 因為剛剛那個圖有點小 你可以看到像這個 它可能是上面的 或是 identify program to apply for 這個概念其實在早期 我就跟你是很專門 它叫做那個 福利傾聽 雖然他沒有做完 那時候大概就做了一個 prototype 的形態 這個我在之前 我們有一次拍了演講的時候 我也提過 如果我們今天想要 像說我生小孩 我要辦暈假 那他可能可以有些 補助的時候 我要怎麼做 我是不是希望說 這麼多知道我的identity 是不是我能不能按一鍵 我就可以直接取得 我要的福利 然後我自己去apply 這邊的類似就是說 你是不是可以搜尋 比方說我今天是提供這樣的人士 我就說你提供 他都讓你列出一些條件 那他們的做法 他們雖然還沒有真的做完 他們做了一個 prototype 出來 那大概是用一個選項的方式 這邊只截到一部分的圖 up upide step 你可以透過一些問題 你是什麼語言 你家裡有幾個人 你可能需要多少錢 或是 或是你需要講多少稅等等的方式 他最後就會給你一個列表 說你可能適合這一些福利這樣子 他是一個 prototype 做出來 但你可以看到這東西滿像的 那概念都是在想說 我們是不是能夠讓這些人去留 比較快的方式 或是比較容易達到 去做到他們需要申請的補助 這個概念 這個東西其實在有一本書裡 有一個地方 叫Design screen 這本書裡面 我會提到這本書 我等一下還會再講到一次 它裡頭其實就有一個類似的圖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我擷取那本書的內容 他們在做藍品咖啡 線上銷售系統 藍品其實在美國 是一個滿有名的 康菲德 有所店長 然後他們都 這張圖其實他們叫做 Use gentleman 然後他的 這張圖有一個重點主要 他有兩個地方 第一 他們是 是以人為本 人為核心 最左邊 可能會有不同的人 這邊只有一個 新顧客 也有可能醫院 可能會有病人或醫生 接下來就是 它是一個Story 我今天一個人 透過什麼事情去做這件事 達成他們最後一個步驟等等 他們用這樣的方式去分析 然後再去 然後再去 在Design Spring Level 所以就提到說 我們今天 需要會列出一些點事 我覺得這個可能要去 是在我們今天解決的問題中 是一個 還不知道怎麼做的東西 利用一些便利貼的方式 然後再用一個 然後用一張小貼紙的形式 去做投票的做法 然後找出你要先解決哪個問題 然後用一個五天的長路來做這件事情 這蠻有趣的一點 那 所以像這樣的東西 我剛剛提到一個專案名字 我再舉另外一個專案的例子 它叫做 Start of the Invented 它其實是美國SBA 那個中小企業主管理局的一個 那個計畫 它是 它的概念其實很簡單 它說我們今天如果要開公司 你是不是其實要經過不少的步驟 我們有沒有辦法讓這些人 比如說開個餐廳 那至少在一天之內 他就可以把這件事做好 那這個計畫參與 它其實是一個 算是聯邦政府的計畫 但它有不少的那個 城市或待會參與 像是洛杉磯啊 那個 舊金山 或是聖地亞哥等等 這是其中一個解圖 它是那個 洛杉磯的一個畫面 它的設計其實是大概就是說 我們可以透過一個survey 然後你往下去看 大概會看到一個過程 然後這邊有另外一個例子 剛剛那個survey 可能是你透過問題的方式 有點像我們剛剛講 我們歷經那個概念 這邊則是把你整個 一個申請流程 做一個 有點像visualize的概念出來 你現在你可以知道 你在 趕快開餐廳 我正做到哪一個步驟 比方說我要要去 反正是有business等等 然後你在這個過程中 你有一些文件或PDF 你要鐵或是要賞幣 你可以存到這個floor裡面去 他們在做這件事情 其實也是類似 就剛剛提到那個 就是 他們去做那個 使用者訪查 發現你真的要開一個餐廳的話 你大概有26% permit 你要去拿到 然後這些 那些准許的這些評證 你可能還需要透過不同方式 然後你要寫email 你要打電話 你有可能還要去office那邊 而且這邊有個很困難的地方 就是你往往不知道 下一步該怎麼做 所以有時候是說 你甚至連不知道 你連要去找誰都不知道 這些都做完就算了 你還有大概10到10個設定 要去online apply 然後他們做這個法 他們就是找那個 看餐廳的人來 可是他們其實發現這件事情 officer大概也不知道 只有這麼困難 因為其實officer可能就負責 自己的部分的那個 的關卡 要去把關 然後他們不是一個 有靈貫的過程 所以透過這樣 這樣子的一個訪問 他們就想說 我們其實可以先把見識搞定 至少 我會問 你先選說 你還要開什麼樣類型的東西 我們直接告訴你說 你需要什麼樣的 permit 或者是說 我們把整個流程 好讓你知道 你現在在這個過程中 哪一步 所以才會有 剛剛我們前面看到這兩個畫面 就是像這個是 一個QA形式的 來告訴你說 我們先幫你把範圍縮小 或者是像是一個這樣子 Map的形式 告訴你你在哪裡 那個做法 他們那個東西其實都蠻有趣 因為我們邊聽他講 他就邊講一些概念 是說 其實他們要做 推行一些新做法的時候 你也是會受到 就是官僚的一種氣息影響 他們會說 我們現在做得很好啊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對不對 我們不要改吧 或者說有些文件來 就PDF 我們今天分析一些資料 都PDF 你有時候 當然我想聽大家也不知道 如果資料格式化 比方說用標格等等等等 我們這樣能夠分析 那PDF 其實有時候 你不能做這件事情 其實我邊聽就邊想說 我們在台灣也碰到 類似這樣的問題 有些 你感覺就 並不是說 只有台灣這樣 也許一方面 我們可以想說 我們不是比較落魄 另外一方面想說 這個應該是大陸一樣 說我們可以互相學習 不過 其實這個點 不光只是在官方裡面 你去享受到民間來的時候 假設我今天要做一些 去改動一些 人們時鐘圖戰式 他應該也是會有一個 強大的反抗 我這邊要舉的另外一個例子是 這個Session其實蠻有趣的 他其實是在做 政府的Style Guide 所謂Style Guide 就是你要監網站的時候 你要怎麼做 他們其實就開始想說 我們今天要來統一一下 這是奧克蘭的一個例子 奧克蘭的網站 要怎麼設計 他們就會有各種面向 像自形自體顏色等等等等 他們就舉到一個例子 我們現在如果要來改造 這個奧克蘭的一個logo 圖騰的話 我們可以這樣做嗎 然後他們真的就去 好像街上就到處去拍照去看 這邊有個例子很好玩 你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奧克蘭的那個logo 在這邊 那它其實是一個來自刺青 在它的背上 所以他們就講說 如果今天你看到這個圖騰 它是會被人刺在它的背上 你還會想要去改它嗎 因為這個東西的爛桶已經 深深的植入在它的背上 對 這只是一個比喻 應該說深深植入在他們的生活裡面 所以它只是一個例子 不管是在貨車的那個後車廂 或是在其他地方 街道上 你稍微看到這個東西 所以他們去改造的範圍 他們就會用比較小的影響去做 像剛剛那樣圖 其實是左邊這樣 他們稍微做一下調整 大家看得出來他們做什麼調整 他們稍微整理了一下這個脈絡 但人家他們 他們大概是想說 我們稍微把這個東西 弄得比較設計均勻一點 或是平衡一點 比較不會說 看左邊那個器 看起來比較雜亂的形式 那這樣子 如果新的LOGO出來的時候 然後民眾看到就說 這個只是要把它整理一下 那邊更好看 就不會有剛剛講 概念衝突的形式 所以不光只是說 我們要試著去推東西 你其實要去考量推一個東西 然後人家能不能順利的接受 那整個設計 就不是說我們環節是做的 而是說我們怎麼樣 去把整個環節都考慮到 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優勢設定的部分 這邊 這是我聽的 大概有另外一個Session 有一個叫做Stream Mix的Session 很有趣 它這個概念 是在那個 Hackson裡出來的 那個時候 是他們可能有點是 像是我要做 都市計畫的專案 那你就看到有一些 封面的專業的人 他們其實拿很大的一張紙 畫一些街道 要用簡單的方式 去重新拼湊 想要拼出這個街道的 然後他們問過 他們就想說 這個東西能不能用那個電腦來做 那是不是可以把它做得更容易 讓 使用者來使用 他們後來就做出一個網站 叫Stream Mix 這是他們其中 在Fairware的那個 Side Project 就是 因為不是他們主要要做的東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Stream Mix 大家有沒有看過 我們來看一下網站 有沒有看過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我們還會用 那怎麼做 我們剛剛提到說 就是我們在設計 比如說都市規劃的手 用拼貼的方式 那其實它現在呈現的就是一個街道 我們這個街道 怎麼樣去設計 讓大家可以看說 它到底是哪一種類型 所以它就這樣做 把設計 然後首先做盤一點 我們拿 這個東西 最後你可能就會想說 那這是不是只是一個玩具 其實它並不是喔 它的概念更像是說 我們可以運用這個東西去 換它去 換它 我看不到 我直接用這樣放好了 沒關係 沒有 沒有 好 你看他想做這個東西 也許沒有使用 你看 其實像剛剛有在很多城市被運用 像西雅圖 那種地圖 然後這個東西 後來還被一個叫做 St. Louis Opisco 的地方 然後去 放了之後 重新做一個專案 叫做 Stream Plan 這不一樣的概念 是說 原本你那個只是一個 而且 現在加了一些東西 你可以收集使用者的資本 我們就可以得到 你喜歡怎麼樣接到 你喜歡怎麼樣接到 然後跟它背什麼進去 然後它甚至海盜 街道上面去 在那看 擺這樣看 然後請它接那個 那附近的區域 來玩一下這個遊戲 好 那同時它還可以在 旁邊 收集了這個 使用者的 feedback 就看到說 他們實際上操作說 你有沒有畫什麼問題 他們為什麼會想要這樣設計 都可以作為他們的 評量標準 他們那時候 就收集一個這樣子 發現大家其實都很需要 找他設斗 或者是 想試那個 OneDrive Map 等等的東西 那他們真的有運用到 他們都市規劃的過去 所以最後就 畫了一個像這樣的超圖 然後大概 這個街道回帳 可能是這個樣子的概念 所以很有趣 他們這是一個 真的有去把東西 運用到 那個 居民的生活裡面的東西 而且它並不是 只是一個 平衡想像 或是直接拿進去做的東西 在這個活動裡面 其實可以看到很多 像這樣的概念 我們剛剛有提到 不管是Instagram 或是Agile 或是SSB 或是SSB 在裡面去 我們剛剛 這邊有很多這樣的概念 我把它列出來 我們剛剛在講到這一個 Session 我們提到它是一個 Response Plan 然後做一個App 他們其實 它這個Session 我後來也有去聽 這個是一個聽到人的隱藏機 但他們也有Session 那個Session 就像我講的那樣 75分鐘 只講了10分鐘 他們這邊做了什麼事 而且他們其實不只這件事 他們把它10分鐘切成大概三段 然後每個人大概講三分鐘 接下來他們做什麼 他們就開始教育說 好 我們什麼做的 我們怎麼運用 我們那個 User Center的概念 然後他們其實 他們就舉出 我剛剛講的那種 Design Screen的例子 然後我們就玩了一些小遊戲 可以看到一起 它先介紹你 這個Design Screen 是這樣的 禮拜一到禮拜五 有一個 做一個構想 把它畫出來 最後做投票 之後 然後打到出來的做法 然後 我們實際上 在現場玩這個遊戲 我給大家看一下 他先讓我們做一件事 叫PACA 大家拿一個A式的紙 對折再對折 會變八格 這八格裡面 你每40秒 都畫一個 你的設計的長畫 然後他要我們設計這個東西 這邊看不清楚 他因為他是公車載的載盤 我們就在那邊畫好 然後畫好之後呢 這是我畫的 我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PACA改了第一張我根本就空白 那幾畫 我其實40秒很短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 我們不知道怎麼做 就隨便亂設計 所以你看看我 有些設計空白 然後最後你要選一個 你覺得無賴的打個星號 然後他那時候就挑了一些志願者 我們把這個你的設計 貼在牆壁上 然後隨後你就領到一份貼子去投票 這是一個練習的階段 最後有 你可以用這一張 特別多人投票的帳號 OK所以我覺得 在那個現場你感受到 你們是說 我們來這邊學習 或者是來這邊聽你們講 而且是他想要 把東西分享出來 而且是帶大家一起做 這是一個場合 所有人一起到這邊來 我們不光只是把資訊傳給你 實際上是大家一起學 比方說 這邊是設計師的場合 所以你發現他有很多設計師 而且他不光只是聽 他也會分享 所以當討論的過程 你會提到說 我們在設計 剛剛提到一次 大家蓋的時候 我們除了做一個StarGash 我們是不是要考慮 像是SSB那些東西 有什麼規範 什麼ADA的 什麼之類的規範 我們要怎麼遵守 他們就互相去提供 彼此有用的資訊等等 我覺得這東西也相當有趣 所以 我覺得在這邊 做個recap 因為時間差不多 我在這邊 學到 聽到的一些東西 我還有一些面向 第一個就是說 這其實是一個 大家一起來學習的場合 而且是交流的地方 第二個就是說 他們其實很重視 User Center的設計 所以他們會先從 使用者這邊開始做 我覺得這其實也合理 就是因為我們做了 任何專案都應該這樣做 再來就是說 他們其實非常的強調 政府的合作 只是這邊會有意思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比較沒有辦法說 把那個 會破壞 感覺起來會破壞合作的東西 融入在這個社群裡面 就像我剛剛講說 如果你今天做的東西 拿來打針 他是不是最後就會給你斷絕關係 或是你拿到某筆之金 要來做一件事 人家是不是就會覺得 如果你受到這個執心的影響 你可能不會做出對他不利的東西 就是有點像我們之前提到說 你一個新聞 是不是應該拿某個企業的錢 去做他的專利報告 這次值得大家去思考 好 OK 我想先他跟我分享先到這邊 好 謝謝大家 好 那謝謝柯比 好 那我們再進行 等一下我們再進行 接下來是小豬 會來跟我們分享 這個 就是另外兩個 就是可能跟社會福利有關的 這個 Colfer America Fellowship 做的這個專案 好 那這個 這會這樣的結束之後 我們會有就是 五到十分鐘的時間 可以休息 好 那大家看到後面有一個白色的 那個牆 上有一個白色的這個 閃電槳的這個報名 好 那如果你有什麼想要分享的 好 最後會有一個兩分鐘 三分鐘的時間 讓你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可以去那邊報名 然後 如果你對剛剛這個 上面這個 科比的分享 有一些問題的話呢 歡迎你到那個slider sli.do 輸入2164 今天的房間號碼 2164 然後先把問題寫在那裡 我們最後會有一個 綜合這個 問答的時間 好 好 請問剛剛麥克風有些狀況 請問這個聲音 後面聽得清楚嗎 因為這是有線的 所以後面那邊聽得清楚 這個是音量嗎 有點糊 有點糊 這樣有沒有好一點 一樣就是因為它 是一個過音 要再大聲一點是不是 可以再大聲嗎 它可以轉大聲嗎 哇好有意思喔 因為好像無線的中間 穿過了非常多的手機 訊號到達那台機器 再出來的時候 中間就會斷訊息 對 這樣好一點了嗎 好 不好意思 謝謝 喂 不好 好有時間 OK 大家好 我是小豬 那我今天會來講 再來 造物感冒誰 好 我今天要講 我在Call for America Summit的一些見聞 那我這次去聽的主要的議題 全部都是跟社會安全相關的 那包含一些司法議題 包含一些司法議題 然後或者是一些社會 社會鼓勵 那像在美國他們有 食物券的那個 食物券的計畫 那這些都是在社會 都是跟社會安全相關的 那 對 那在開始之前 先簡介一下我自己 我是小豬 那我是 就是最近 這一兩年還蠻常貢獻在 GDP的專案裡面 像是專案的計畫 發行程報跟 早期把修法相關的 我都有產業 那我也是Costcom的 之前的一些 議程組員 議程組長跟紀錄組長 好 那在開始之前 其實我已經寫了一些 一些那個 遊記 應該不是說遊記 我寫一些紀錄在 Medium上 那假如說你可以 這段同影片是我從上面寫出來的 的紀錄 然後把它做成解報 那上面有更詳細的紀錄 那假如說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這個 Medium的網址去看 所有的紀錄 我今天主要會講 兩個比較 比較大的主題 第一個是跟美國 食物券相關的計畫 那這邊我會講 大概有三個計畫 都是跟食物券相關的 那第二個是 Cream and Recall 那這是用來 協助一些 比如說你之前 比如說你在30年前 或是20年前 犯過一些 犯罪紀錄 但是 這個犯罪紀錄會影響 一整個人生 那你這整個人生 可能都因為這個犯罪紀錄 然後找不到工作 或是你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受到阻礙 那這個計畫是在講說 如何幫助這一些人 就是 脫離 就是脫離這個狀況 那我主要會 Focus在前面的部分 因為後面 比上還會講 跟Cream and Recall相關的東西 所以我會比較 集中在前面的部分 可是很開心可以跟那個 OCF 還有GVL 玩一起去參加 這個Copo Amerika Summit 這是我第一次去參加 這樣的 Summit 所以還蠻新鮮的 就跟剛剛柯比講的一樣 就是這跟在台灣版的 Conference 有很大的不一樣地方 就是說 他們很強調 在這個 Summit 裡面 大家都是一起參與 然後一起得到一些經驗 而不是說 像是 比如說我們現在是 稍微比較單向的方式 讓大家去了解這些諮詢 但是在 Copo Amerika Summit 的時候 它是比較強調互動 所以說他們講的講題 有時候都會是 短短的一段 但是會有非常長的時間 是讓大家互動的時間 我覺得還蠻酷的 OK 那因為我今天要講的是 跟食物圈相關的 所以我先來介紹一下 這個食物圈相關的計畫 然後叫Snap 那 這是它的縮寫 有點長 那這個食物圈是什麼東西呢 它是從 美國在1939年就開始的計畫 那它的用途是 就是有些人 像有些 很多人其實都會 有時候遇到一些困難 比如說 你突然失業 或者是 你現在是打零工的狀況 所以你的 經濟來源比較不穩定 那 食物圈的計畫 就是讓這些人 就是讓這些需要幫助的人 在人生這個階段的時候 政府可以給他一些食物方面的補助 然後可以讓他 至少在吃的方面 或是至少他可以有一個溫飽 然後他可以利用這些補助 然後來讓整個家庭的人 都可以有一定的 就是有一點食物的補助 然後至少讓他可以繼續維持下去 然後進了玻璃這個 他現在的這個狀況 就是跟我說的 這個專案 這個形式 它是在1939年的時候就開始了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非常久遠的計畫 那當然這個非常久遠的需要 就有很多一些 像是Dexico的東西 需要處理 就是它其實是有很多 小小問題是可以在 把它做得更好的 那我們拿加州的例子 它每個州其實都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我們先來看加州的例子 假如說你在加州想要申請食物券的話 你可以到加州的州政網站上去找 就是Foodstack網頁 就可以找到這個網頁 然後你到這個網頁之後 你會看到一個 這樣的表現像是中文的 那你說在網站上面可以看到 哪有非常非常多語言 可以選 像是西班牙文 還有韓文、日文 就是各種語言全部都文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理解 那如果跟你講說 這個東西怎麼申請以外 還有 你需要什麼 你需要什麼 證明文件 跟你的權利益物以外 然後接下來呢 你要填一個 這就是 你要填一個非常詳細的表單 這麼長 而且你中文它會變短一點 如果是英文它會更長 然後你把這些全部都填完之後呢 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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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填完之後呢 就可以去申請這個食物券的計畫 那你想想看 這些其實在這些需要申請這些 食物券補助的人 那... 假如說你需要它填寫這個計畫的話 其實是有一點點困難的 這資訊量非常非常多 那你要準備的文件非常非常多 所以說 痾... 這有點像是它會成為一個主牌 當你想要去申請的時候 那食物補助這種東西是一個 就是時效性很短的嘛 你現在接下來就開始來了 那你假如說你還 需要這麼多文件的話 才可以申請 那會對你的生活 會有利己性的影響 那... 不只是你對你的小孩也會有影響 那... 所以說 這個是一個 利益良善的計畫 但是 痾... 實行上可能有一點點小小的問題 就是說 它其實是有很多事可以改善的 那... 那... 假如說 你填完文件之後 第二件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第二件要做的事情是interview 他們會拍一些 顧員或是社工欄 然後跟你做一些interview 那這個interview是要來警告你的狀況 是不是符合這個計畫呢 那你在這個interview的時候 你會需要各式各樣的文件 然後還證明你 痾... 你是符合這個計畫的 那還有... 痾... 因為我們不太確定 它補助的內容 到底是有多有的 那可能是還要知道你 以你這個階層的 所以說它需要非常多的資訊 然後在你interview的時候要提供給它 那最後你會得到什麼呢 假如說你的食物券的計畫通過之後 你就會拿到一張簽帳卡 然後簽帳卡 然後簽帳卡 那這簽帳卡其實就是簽帳卡 那... 它可以拿來到一些特定的商店 到那些商店的時候 可以買一些熟食 可以買一些食材可以來 就是你可以來家裡料理 那你不能買熟食 因為你如果去問我 我就知道其實美國熟食非常貴 那買... 就是你買一些食材回來 料理是比較合理的狀況 那所以說你就會需要 就是你到某一些地方去 那這些地方是可以支援這種簽帳卡 就是說你可以利用EPD卡 在這些地方做消費 然後消費碼的時候 就比如說它會有一些紀錄之類的東西 那除此之外呢 雖然說你有EPD卡 你可以當作是... 你可以得到一些食物上的補助 但是其實它更重要的問題是 你要怎麼去離開這個狀況 因為其實食物補助 你不可以說是一個很長期的時間 你應該是一個 你需要定期的去review你的狀況 然後讓你自己可以剝離這個狀況 所以說呢 那整個食物券狀況 其實它有幾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apply apply就是你剛剛看到那個非常非常長的標竿 然後它... 那這邊有一些問題 那第二個是使用上的問題 那第三個是 假如說你要離開這個狀況的話 就是你離開... 你要離開你現在目前還有食物補助狀況的話 你需要對你自己做這個利用 那我今天要分享三個專案 他們就是在不同的階段 然後來解決 他們目前這個食物券狀況的一些問題 那getKOFresh跟emery emery 他們是在解決在apply上的問題 還有一個另外一個叫FreshDVT 它在解決使用上 跟你review自己 自己是不是要怎麼去脫離這個狀況的 另外一個 他們解決問題是這樣 那這專案FreshDVT解決問題是這樣 我們現在看getKOFresh getKOFresh大家應該可以知道它要解決什麼問題了 因為你們剛剛看到那個 就是長大十幾類的表達 其實它是非常非常複雜的 那getKOFresh它是利用 剛剛可比講的 是一個user-central design的概念 它透過訪談啊 或是它透過跟志工的訪談 透過對需要這個專案的人來訪談 然後知道就是說 申請這個專案 它有多複雜 那它最痛苦的點是什麼 然後經由一次一次的疊代 然後讓申請這個專案變得更簡單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跟政府 跟州政府或跟郡政府合作的專案 那比如說 在apply的時候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那個表達人鼓掌 第二個是 你要知道自己是不是適合這個專案 就是 比如說你今天是一個 不能申請這個專案的人去apply的話 你不僅會浪費自己的時間 你還會浪費州政府他們的時間 所以說 看在這邊它是使用一個非常簡單的方式 就是說 你家裡有幾個人 然後你現在這個家庭收入是多少 那你住在哪一個區域之後 另外之後它就會給你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OK 你看起來是可以申請的 然後按下一頁之後 它就會進入一個表單 那那個表單長得像這樣 然後它沒有建設一個就是 測試用的網站 所以你在上面瞎搞的話 不會影響到他們做的東西 然後假如說我們 那 那 然後它就會依照你輸的這個條件 跟你講說 你是不是可以申請這個專案 那你在apply之後 它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比起剛剛那個表單 它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 就會比你剛剛要點的哪一個 那這個問題 那不行 它就是這樣一步一步的表單 然後讓你去知道 你自己是不是可以申請這個專案 然後利用這個 假如說你在上面填滿之後 你的資訊也會直接去送到周整去 那所以說它們是藉由這樣的系統 然後來改善它原本那個流程 但是其實你大家仔細想想 其實這專案的難度並不會很高 就是它其實就是一個表單系統 假如說你用Google貨物是什麼的話 其實是可以做到 可以去 可以做到類似的東西 但是 它不一樣的地方是 就是說它是一個 其實它還是很突然 比較簡單一點 比較簡單一點 OK 我先回去我再講 好 那就跟剛剛講的 UserSense Design一樣 它其實是經過一個疊代的過程 然後慢慢把這個流程 然後從它的問題來 所以它解決的問題 它不是說它只是做一個網站 然後用這個網站來解決 就是譬如說我只是用新的現代科技 來解決這個問題 而是他們去分析這個過程 然後到底中間遇到什麼問題 然後利用疊代的方式來慢慢解決說 就是使用者在使用這個網站的時候 那它遇到的問題有什麼 但是其實 這個 假如說你仔細想想 就是你的 使用這個網站 使用這個網站的 你的看法來講話 其實就會遇到一個問題說 那 真的需要申請這個計畫的人 它是不是都可以用 這樣的介面來申請 那其實不見得嘛 因為假如說你是需要申請食物券的 或許你連智慧信手機都沒有 或是你根本就沒有電腦 那你根本就沒有辦法申請 那所以說我之後 我之前在 我之前在 聽這個演講的時候 就是有虛問那一個 就是做這個專案的 那其實說 其實這個 它說這個網站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由社工去填寫的 然後就是由社工去填寫這個表彈 其實還是可以 以它原本那個系統 還要再 節省那樣多的時間來做這個東西 那 像是有些地方 它採用的 它採用的那個 percentage很高 那有些地方很低 那 講到這個 我想要 就利用這個點 然後來代入下一個 下一個主題 剛剛我有講到就是說 像getcoperate 其實它是一個 利用一個網站去申請的系統 那其實 但是其實很多 假如說需要這樣的 援助計畫的 其實它是沒有 它其實是沒有 比如說它沒有辦法使用電腦 或是它根本就沒有 直接手機 那怎麼做呢 那emery它就會用另外一個方法 切入來解決這個問題 它利用簡訊的方式 比如說你只要出一些簡單的簡訊 然後它就可以跟你講說 你是我的這個專案 那你要怎麼申請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理念 OK 算是它是用mode 那你可以講 假設用假設計畫 基本上還是可以利用這個機器去申請這個方法 那你就是他們有提供一個號碼 你假如說在上面輸的好多的話 他就會跟你講說他們有很多種各式各樣的申請補助記號可以申請 比如說是醫藥的可能是食物的 那這邊是使用食物來做為例的 那跟剛剛的系統一樣 他是用一個簡單的問答 就比如說你現在家裡有多少人 然後你賺的 你目前這個整個家裡的收入有多少 然後跟你的自己扣 然後來知道你是不是有可能補了這個專案 你是不是有這個資格來申請這個專案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其實是一個更貼近 就是更貼近使用情境的一個專案 就比起GetKelFresh他可以利用手機的方式 那就是假如說你只需要有手機 比如不然你是用Visual phone或是用Smart phone 基本上都可以透過一個簡單的問答 然後直接傳Messenger給他就可以來申請 然後就可以申請之後就可以得到食物的補助 那比起GetKelFresh他要更貼近真的需要使用這個計畫的人 然後他跟他使用的方法是他會跟你講說 你應該要到哪裡去申請 那接下來的部分就是由政府繼續接續下去 然後來做這個工作 那跟GetKelFresh不一樣的是 GetKelFresh他只有在食物部分的援助 或是食物部分的申請 那在Emory他是可以支援 像是有醫療的或是交通的 甚至是當這個食物的都可以申請 所以他們面向是 他們想要解決的問題是有點像同一個 同一個集合的人 跟他們提供的服務也有點不太一樣 那GetKelFresh他是有跟郡政府跟州政府合作 所以說他可以去簡化一些流程 他可以跟州政府直接運作 然後去簡化某些郡的流程 那Emory他是只是一個簡單的 就是他可以 就是用簡訊服務 然後你可以簡單的知道自己服務的資格之後 然後接下來就還是一樣去政府部門 然後去跟他們申請 所以他們想要解決的問題都是一樣 那他們其實也有一點點不一樣 然後造成他們 實際出來的產品也有一點點不一樣 但是基本上他們都是想要解決這樣的問題 那其實假如說大家最近有在關心一些選擇機的話 其實他就是選擇 不管你是用Facebook Facebook或是I Messenger 基本上 或是SMS Messenger 他基本上都是用Trapbook的技術在解決 所以說其實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就是說 其實SMS 雖然說看起來是一個很古老的技術 但是從以前到現在其實 基本上都是使用這個技術 然後在解決很多 都是各樣的問題 那我覺得我們在 假如說我們在設計一個專案的時候 應該要多多考慮就是說 我們的 就是會使用這個銀行人到底是誰 然後來進了想說 我們到底要用什麼方法 來讓他們可以去獲得協助 那像Emerick這個專案其實 我覺得做得還蠻不錯的 雖然說 他只是簡單可以說 以私的符合資格 但是其實對真的想申請的人來講 是非常有幫助的 那 那 跟剛剛那麼不一樣 就是因為 Coffer Manker它是一個非遊戲 它是跟政府合作 跟Emerick 它是一個 它是一間公司 那它怎麼樣 它怎麼樣 它怎麼樣盈利呢 那基本上 它是利用一個簡單的表彈 就是你可以自己自建一個表彈系統 然後這個表彈系統就可以 把它去挪去給其他用途 其他用途使用 然後利用這樣的方式來 就是來 來盈利 那其實我覺得這樣是不錯的 因為其實你在台灣 你很少看到一些企業 它是 就是它是 就是比如說 我們在做一些比較 比較公益性質的活動 大家就會覺得 你是戀財 或是你是有收錢的 那其實這是 這個是一個企業 劃得去最重要的 就是一定要做自己 就是你還是要可以 還是要可以生產之類的 那我覺得這個例子是蠻好的 就是說它有在 就在他們在做社會服務的時候 他們還是有希望可以找到一個盈利的路 然後來支撐自己公司 那同樣的 下一間公司也一樣 FreshPBT 我覺得它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因為它也不是一個NGO 它是一間公司 那它也可以利用 它這樣的 雖然它就可以幫助到這些人 但是它還是可以從之中去 獲得一些利率 然後讓自己的公司回下去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30秒的路線 開始點 我今天跟大家講一下 大家應該記得DVD卡 就是 由那個FullStamp 就是申請合格之後 它會發給你一張簽帳卡 然後那簽帳卡 可以拿來去消費一些 可以買各式各樣的食材 來使用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Full 他們是在做什麼 它看起來就是一個 它其實是一個理財軟體 那它這個理財軟體 它是可以直接去Access 你DVD卡你的資料 然後知道你的消費 知道你的消費內容是什麼 然後用這個方式來知道 就是說比如說我今天有 150塊的補助好了 那這150塊的補助我 我到底把它包到哪邊去了 那我還剩多少的一個 那它還有另外的功能 就是說它可以查詢 就是附近有哪一些 就是Support EDVD卡 就是一個食物的商店 你可以去使用 所以說 它這個東西 它其實做了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 假如說你要買食物的時候 它可以跟你講說 附近有哪一些商店是支援這個 使用這個EDVD 可以支援EDVD卡 然後第二個事情 它是可以review你自己的 這個月的食物補助 就是你到底用了多少 然後跟你使用在各個地方的比例 到底是如何 然後來協助你分析自己的財務狀況 那 就是 就是我去看這網站上看的時候 其實它是說它們是不會記錄任何指標的 那 我剛剛提到說 這是一間公司喔 那它如果從這邊 那如果使用這個 因為你可以看出來這個FreshEDVD 基本上算是有點像是供應性的服務 它沒有收你錢 然後APP是免費的 那它如果從這支中比例呢 因為它是一間Startup平時 而且它是一間Fintech的Startup平時 所以它跟 它跟很多一些Fintech的Startup平時有很良好的關係 所以說它們的盈利方式是這樣的 因為這些使用這個服務等 其實它是財務上可能有些困難 或是說它財務上規劃是比較不好的 那 它們有另外一群Startup公司是 在協助改善你的財務狀況 那這些 既然它是需要協助改善人家的財務狀況的話 它基本上就是 它可以把這些人referral 給其它的 就是做intech的公司 然後來 就是把使用者轉介給他們 然後那些公司 就是那些 就是比如說要幫你做一些 財經管理的公司 然後就可以幫助這些人 就是改善他的財務狀況 那所以說它的 就是它在網站上寫書說 假如說它referral一個人的話 好像是可以referral的錢好像是10塊到15塊 那所以說那其實這樣的基礎是蠻大 那假如說很多人真的使用這個服務的話 它基本上是可以從之中獲得一些利益 那所以說這個就是 就是referralPTT 這個 這個Service想要做的事情 那我們再重新看這三個服務 這張的服務它其實都是圍繞在 圍繞在Fustem這個專案 因為Fustem它基本上是一個很長領的專案 所以說它之中也有很多可以改善 那這三個projects 從Coco America的10KLFresh 跟到Emerry還有FreshED這兩間商業公司 他們都希望可以解決問題 那我覺得有意思的是 後面這兩間公司還希望可以在 社會服務的基礎以外 還可以從之中賺到錢 那我是覺得這是蠻有意思的 OK 那 那我一直在想說這件事情在台灣 就是使用的 就是一樣的 一樣的商業模式 是不是有辦法在台灣使用 因為台灣很常就是說 啊 你是練財務部的啊 你要幫助學校為什麼 你還要幫他錢 那所以說 那所以說我覺得 但是我們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就是說這些服務 呃 是不是可以套用到台灣 然後當我們在做社會服務的時候 還可以獲得一點錢 好 那我來講Clean My Recode 用一分鐘的時間來講 OK 那Clean My Recode 就是它是一個專案 希望你可以去把 比如說你在很久以前有犯一些錯 那它可以利用 Talifornia在2014年 通過一個專案 可以讓你消除你一些比較輕的 比較輕的罪行 然後讓你可以在找工作方面 可以有更好的 就是讓你不會有收到出來 一些數據 有四分之一的美國人 有犯罪紀錄 然後有四百四十五萬條 四萬四千條的法律 會阻礙你 假如說你有犯罪紀錄的話 有這麼多法律 可能會阻礙你去找到工作 像是這些限制 那所以說 他們在2014年的時候 通過一個法律 可以讓你去消除你的輕微的犯罪紀錄 但是只有7%的人 只有7%的人 真的消除了 為什麼 因為它非常非常複雜 然後讓你根本沒有辦法完整 所以說這個軟體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說 建構一個網站 讓你可以用簡單的方式 跟剛剛的Gap Helpers一樣 用一個簡單的表單 讓你可以去 比較方便去消除你的犯罪紀錄 然後它裡面有舉一個例子 就是Anthony Anthony他說他 7歲的時候他的父母被謀殺 然後接下來他都一直跟他 跟他奶奶住在一起 那他在小 他在年輕的時候 25歲的時候 因為 就是帶了補科檢 然後被判了很長的很長的 就是被關了 那 現在Anthony他已經是55歲的一個人 那其實他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人 因為他已經 跟他犯罪已經非常久以前的事情 但是這個犯罪紀錄卻一直困擾著他 一直困擾著他 因為他 因為這樣的方式 然後沒辦法找到工作 那大家可以想想看 假如說 像Anthony這樣的 可以重回社會 然後繼續賺到錢 然後可以繼續去養他的家人的時候 那其實對社會的衝擊是很大的 對社會可以有一個更 可以讓社會往一個更好的方向前進 然後這個就是 Clean My Recall想要做的事情 讓這些 曾經犯過一些輕罪的人 那已經改過之心的人 可以回到社會去 那 我剛剛前面有放一個 Medium的連結 我上面有寫這些內容 大家可以到他那邊看一下 謝謝 好 那就謝謝大家 然後我們10分鐘後回來 又是3點20分的時候回來 然後如果各位有想要講的話的話呢 可以在這個Lighting Talk的這個 報名處上面寫你的名字 跟你想要想的主題 然後如果是你有問題的話呢 可以再上那個slide 那我再秀一下那個網址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請客嘉賓 請客 souvenir Meta 請客聰明 摩托 請客客客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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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大家交流很熱烈 我們這個活動結束以後 應該有很多時間 可以讓大家就是 敬請的認識彼此 好 那我們就廢話不約說 接下來要換這個 我們的這個 雨昌大大 就是這個PTT上 這個 非常活躍 同時也是我們在施改會的 這個 執行秘書 也是我們這個不當當副委員 不當當副委員 請 歡迎你參考 不當委員 我就直接開始 好 直接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雨昌 然後是自我當局工作的人公里記得 那目前在明天是敢會擔任正職 就是 是執行秘書 原來當時沒有那個 沒有自己與根據的謠言 沒有從那個禮字 那 因為在不當當當委員 當然是堅任委員 就是 只有去開會的單一種 好 那其實這件事情 主要還是跟大家分享 在Code America 給一些分享 那 主要 剛才其實它主要的一個 下課跟內容 其實 小豬和客人都非常很多 所以我這邊就專門針對我去聽的 那幾個分開來的一些session 還有跟司法相關的東西 做一些的分享 這樣子 好 那其實這就是Code America的 會場 發大戰 非常有限 好 那就這樣 好 那接下來講一下我聽了這幾個分開的session 第一個是 Tonger Transition Bunding the US can learn from the European government Digital Service 那其實這個就是在講 就是美國 他們其實有成立一個Digital Service的用服務 那他們其實跟 美國的這個GTS 其實有學了非常多東西 那這是那個時候座談的一個狀況 好 那其實它其實提到了幾個東西 大陸都是用講的 那其實他其實講說就是其實很多時候 政府 政府裡面的公務人員或政府裡面的一些政治人 他們其實也很希望可以導入一些技術 或者是讓政府的溝通可以更順滯 可是他們畢竟不是資訊產業的人 他們也不知道有什麼技術是可以用的 所以他們其實不知道該怎麼做 那 所以他們其實也很想請一些人 資訊的人才到政府裡面去做事 可是我相信這邊有幾位 其實也是在政府裡面做事的資訊人 你可能會發現 其實政府部門裡面根本就自然很難 其實你想改一個東西 你可能要發揮一兩個月 甚至半年一年多 你可能差一點點的成果 跟在外面西方公司 都根本完全不一樣 所以他們也發現這個問題 就是改造舊的政府 舊的品質實在太難了 那與其這樣 乾脆去成立一個新的部門 這個就是相對的重力 所以他們就成立一個GTS 他們其實裡面提到非常多東西 包括其實今天是 目前最常面對到的問題 就是說 他們很多時候會做很多基礎的創新 但是我相信這邊有很多人 你是在新的公司工作的 你的創新絕對不可能每次都成功 你一定會有很多次失敗 可是在政府部門裡面 你只要每次失敗 就會有很多人來質疑 你質疑 你浪費錢 你為什麼要做這個東西 你明知道會失敗 你為什麼還要這樣做 就是這種失誤諸葛的嗎 所以他們其實 在裡面其實面對非常多 像這樣子 他們其實沒有說太過 他們怎麼處理這個東西 他們就說 他們有遇到很多失敗 但他們會從失敗裡面 想辦法繼續教訓 把這些東西留下來後 再繼續嘗試性的東西 所以他們其實也覺得說 對工人來說 很多時候其實挑戰做事的方式 是一個你的責任 就是挑戰說 我現在這樣做到底對不對 好不好 有沒有更好的方式 可以來做這件事情 那當然有的時候 其實最好的時候 其實是不要去做 那其實也還好 就是GDS他們剛好有一個 否決權 就是政府如果要導入了 新的資訊系統 那這個東西 如果他們覺得出來 政府其實不用 他們其實有否決權 他們覺得這個否決權 其實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畢竟有時候 你不能鼓勵他們去做好的事情 但你可以阻止他們去做存事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最後其實他們認為 他們在裡面最大的用處其實是 去逐步示範好的方式 讓政府的人知道說 原來有這種新的方式 那他們做法是怎麼樣的 就是基本上如果說 政府要開一個新的服務 他們就會開始跟這個政府部分 有一些合作 那也許就是定期的聚會 比如說一個禮拜一次或兩個禮拜一次 然後跟他們聚會 然後一次一次的去討論他們的需求是什麼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去示範他們好的方式 那當然我提問也有提到 有時候如果說你GDS的人 或者是你想要有一個新的好的idea可以用 但是政府部門的人不能理解 那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要怎麼辦 那就是說你們可以去做一個Prototype給政府的人看 那Prototype的部一定要是一個網站 一定要很漂亮的前面 你可以自己畫圖 畫個簡單的一個layout 然後跟他講說 你希望可以做的東西 他可以有主要的功用 那通常這樣描述以後 他們就會知道說 這個東西對他們的幫助到底大不大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再來記憶或的提估 是不是該繼續做下去 那這是他們主要的分享 好 接下來我聽的一個是Pretail Justice Agile 那其實他講的是一個 一個基金會做的一個狀態 那這個基金會是Laurent & Johnson Foundation 那他們有好幾個狀態 那他們主要關心的是 怎麼樣使用事實與數據來幫助政府運作更好 那其中刑事犯罪這件事情 就是他們關心的一個東西 那所以這是他們演講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左邊這一問 左邊這一問其實就是他們的執行 他們好像是這個專案的負責人 那右邊這個是紐澤西法院的CIO 法院就有CIO了 然後他也講說這個是負責的Pretail 這個Pretail的意思就是說 大家知道一個案子進入到法院以後 那法官可以決定這個被告是不是要被擠壓 他可以因為這個人他可能現在都跑掉了 那所以我就會先把他關在監獄裡面 以免他跑掉 那如果說他可能跑掉的風險 你不知道為什麼 就用交往後傳的方式 讓他之後再回來法院報告就好 那到底法官要怎麼決定 是他要擠壓還是要交往後傳 那這個東西他們就開發了一些什麼叫 PSA 就是 Public Safety Assessments 那這個其實 他其實主要面對的問題就是 他到底要讓這個犯人留在 可以回家還是要關在監獄裡面 他們分析了過去50年內多 150萬的案件 然後做出了這套系統 那這套系統他們分析的是這50年內所有 交往後傳以後發生失敗的狀況 那所謂發生失敗的狀況就是說 比如說該屬體的時候他不出體 這是一種失敗 那另外一個就是這個人交往後傳 結果他又跑去做另外的犯罪 這又是另外一個資料 那像是 或像是說他交往後傳以後 然後又做了更嚴重的暴力犯罪 這又是更嚴重的狀況 那他們利用這種方式去分析一個人的紀錄 那他們分析的資料包含 好像我記得有7個 那這7個包含像這個人 他犯罪的案子被抓以後 他是不是還有什麼案件正在被審判 這就是可能具體的一個指標 再來就是像他的犯罪是不是暴力犯罪 然後他過往有沒有前科 他有沒有什麼清罪 被定罪的紀錄等等這些指標 那他就可以把一個人的風險分成六級這樣子 那分成六級後 這個東西就會給法官做為法官的一個建議 就是建議這個人可能是 比如說這個人可能是很危險 他可能就是會犯罪了 就是要把他關起來 或者這個人他可能他不會出庭 因為他好幾次都不出庭 所以最好把他關一下 或者是這個人他其實還好 所以嚴重的監視他這種 就是重度的監視他就好 不必就是一定要把他關起來這樣子 那他們這個系統有一個最大的特色就是 他完全沒有納入任何可能會導致偏見的東西 比如說他的系列是什麼 他的種族是什麼 他的收入是什麼 他的教育程度是什麼 這些東西他們完全都沒有納入 那他那個系統背夢 他其實是用一些指紋去串進去 他FBI的一些資料 收集還是這個機關的資料 那收集完了 他們會印成一個PDF給法官 那法官也可以選擇說 他把這個PDF給電護律師看 那電護律師可能就會說 他裡面分析的時候 他使用的這幾個案件 這幾個案件可能是不適用的 因為有什麼原因 那如果你們是具體的話 法官就可以把這個東西刪掉 然後讓系統重新討斥 再得一個PDF這樣子 那當然如果律師不希望法官討這個系統 也可以跟法官講 但是只要有一個具體的理由 不是沒有理由都可以 不是毫無理由就可以要求法官不考 那這是他們把握到一個 二海二洲的Locus County的一個結果 他說他們省錢就是被羈押的人 從41%降到29% 那被交往後傳以後 有犯罪的人從20%降到10% 那嚴重犯罪的人從5%降到3% 而且重要的是 這是所有種族的比例都這樣子下降 這代表其實他們的系統 不會涉及到任何種族的偏見 所以其實可以很大一定程度的幫助 把關於第一年總是可以建的 接下來是第三天早上的一個議程 Digital supplies for prisoners and their family 這是好幾個組織跟公司一起來講 他們推了一些新的服務 幫助一些受刑的 首先是這個American Vincent Data System 這是一間公司 他們主要幫忙做的其實是 幫助監獄推伍指劃 我相信這邊有看過171995的人 請舉手 很多 其實171995這部PACE裡面 受刑人會討論 最主要就是他透過走勢的方式 取得了一個槌子 對不對 他們就發現其實在監獄裡面 因為有實體物品的這種流通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走私物品 非常常見的一個狀況 那可能導致監獄裡面走私一些武器 變成嚴重動 導致監獄的一些關上的問題 所以他們就推動物質化監獄 他們其實推了非常多的系統 像是 像這個是他們推的一個平板 他們讓監獄裡面的人 可以使用這個平板電腦 然後在監獄這個封閉的內網裡面 他們可以使用那個平板電腦去上課 然後去做一些職業的培訓 就是釋放出來之前的一些培訓 或者是相關的東西 那他們其實打入另外一個系統 是這個EDOVO GL Education Solution 那它其實有包含非常多的一些東西 那包含你還可以在那邊 介入一些圖書館的圖書 那當然這些資料後台其實他們也都有記錄 所以未來如果要釋放 是不是要假釋這個人的時候 他可以利用這個系統的一些資料 來判斷這個人是不是適合會假釋 那他們其實除了借書和一些課程訓練以外 其實他也允許受信的去收一部分家人 從外面寄進來的E-mail 那再來是Rude F一棒 這是一個NGO 那這個NGO其實他 一開始他們其實就是要處理一個 壽型人富貴的問題 那他這邊他就提到 其實目前美國每年有65萬人 要會從建議會放出來 那可是有一半的人他會變成無家可貴的人 然後三分證的會面臨到長期失業的問題 那他67%的人可能在釋放出來的三年內 還會被重新被抓進監獄裡面 所以這是蠻嚴重的問題 那所以他們也發現其實有 包含有四萬四千的 包含聯邦政府的法律 或者是一些州他們的一些政策 限制人們去拿到一些包含像是食物 包含像是房屋或就業這些的協助 就是說壽型人出來後 他所謂更生的人以後 他其實會有一個非常嚴酷的一個 迴歸社會的問題 那他們一開始其實是 通過一對一的方式 然後去跟這些壽型人聊天 然後去協助他們的復歸社會 要了解他們復歸的時候發生的問題 那像他們就提到一些問題 比如說像是有很多人 他關進去的時候 其實我們這個世界上還沒有觸碰手機 甚至他們可能還不習慣用手機這個東西 可是到我們現在這個社會 大家可以想像 你找工作的時候 你有沒有使用E-mail 大部分人都有 那如果沒有E-mail 你怎麼找工作 那這就是變成一個非常嚴酷的問題 所以他們就做了一個叫 Rail Map to Renting 我有忘記這個理念 然後這本書 他們把他們這100個人訪函 獲得去所做成這一本書 那這本書除了線下版以外 也有線上版 然後供大家免費的使用 然後他們發現其實 其實美國每年被訪出來的人這麼多 他們沒有辦法應對一個服務 所以他們也開發了一些線上服務 那這是他們的一些服務 像是巡迴的一個訓練 到每個地方去開課 然後或者是線上的一個訓練這樣子 那這是他們線上訓練的一個課程 來訓練 那他們其實過去一年 他們其實訓練了大概600個人 然後包含量到5個組織這樣子 然後一共觸及到2萬個需要的使用者 有服務的人 那他們的這本書 在過去一年也有2600個人拿了實體的書 還有4400個人看了線上的訓練 那這是另外一個公司 叫Page-Only 那這個公司它主要做的服務就是 專門服務有受刑人 家人是受刑人在監獄裡面的 那你只要下載他們的APP 就是你可以傳遞一些像是相片 到手機的APP 它就會把APP出來寄給受刑人 讓他可以收到這個東西 那他們的做法像是 你只要上傳這個照片 那選擇你要收給誰 然後他們就會想要把他送到他的手上 那也包含算聲音 可以用打電話的方式 來留一些語氣性的受刑人 那他們希望可以藉由這個方式 讓受刑人跟家人之間 仍然保有一定程度的連結 然後不會因為關進監獄就斷了這個連結 最後導致他也復歸社會的最後一條文件 好那最後還有第一個 Vidget from 10 or 5 它其實是在講一個服務者Vidion的主要 那這個Vidion 21 其實它主要是用線上 分析一些線上服務的一些使用的比例 然後來了解說 目前關於受害者的一些線上服務使用比 例為什麼哪些地方使用 哪些地方使用高 然後去分析並且改善它 那它主要是關心受害者的一個保護 只是我覺得它講的東西其實有點高大唱 然後有點像是政客權勢 所以有點狀態要讓它走 那後來也有聽了一個就是 這是在大廠的 叫做How did you actually get people second chain 它其實就是flame my record 那其實他們在裡面就是 這是flame my record的一個網站 那他們其實一開始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我的問題是 我們美國的司法系統 它到底要做的是什麼 它是要把犯錯的人導證回來呢 還是要直接把他們crash and run 就是把民家稅的毀滅他們 那因為很多人其實只要有了前科 他找工作就是一個非常麻煩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他們就是做了這個系統叫Premium 那其實它背後你填了這個表單你都出去 它其實跟三個地方的一個公社辯護人都有合作 那會由公社辯護人去跑這個流程 那一個人來的狀況是呢 你必須自己一個人去跑這個流程 每個地方的流程大概是六個月左右 然後我記得整個流程跑完要兩年的時間 那這兩年的時間你要跑到這不一樣的地方去 然後還要隨時讓法務可以傳款到法庭上來說明 這就讓這個人根本就沒有辦法好好的找工作 那所以根本就沒有人會使用這個服務 所以使用了這個表單以後 這個服務使用的忍住多了非常多 那這個表單大概花15分鐘可以填完這樣子 那他在線上寫什麼派好了 他會找律師來瞭解你的資格到底是怎麼樣 那接下來再告訴你下一步怎麼做 然後這是他們成效 就是有非常多的忍住回到你們做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是 我還可以繼續講 我還可以再五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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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是Winehouse和EvoSport 那其實是辦公這幾年來的一些成果 那他們其實做了一個網站要控你GOE 就是把他們所使用的控的都放出來 那比如說像是這一個 這個是他們這次大選之前其實是法官量最大網站 他告訴你 因為美國每個州的婚姻都不一樣 那你以前這個網站就可以知道 你這個州要登記為投票人的話要怎麼做 美國人是登記制的 就是說我登記要投票我才來 我才來投美國公共同場站 那這是他們放出來的一些其他的口 還有這是他們的Facebook和Message 我記得他是用時機率放出來的 那接下來其實這個是我 我剛好陸上有經過德國的時候 聽到一個很不錯的影響 然後叫做Attained Don't Hold Cross Media Citizen Administration 那他其實就是講就是 有哪些事情是公民參與不該做的事情 因為其實成功的模式有百百種 但是失敗的模式大概就那幾種 那第一個就是 我知道最好用事情的方式 所以沒有什麼東西需要確定的 那就這樣吧 那我們的事情都已經決定好了 那這就是很糟糕一點 再來就是不主動邀請別人 反正我連結發在網站上邊 應該找得到 我也不用特別講 這其實也會讓 可能是為了沒有辦法猜 然後就是反正沒有人看得懂 那我乾脆就不要把文件放出來 這也是一樣 那每個人對待的方式不一樣 那用相同方式對待所有的人 就會有人覺得不受尊重 那已經不給回饋了 然後還有 惡者來保持困環體系 他有特別提到 就是有的人會覺得說 我們就是要很強烈 然後一直罵別人鬥爭 我們才是 我們才表示我們很強大 但其實這樣子 這樣子的態度 很鼓勵於公民參與 然後像休假日的時候 就去寄載政策官或政治 那他們當然就不會回 然後使用古老的網路技術 像是古老的Email表單 或者是PPS這種東西 對 那還有盡量玩平 as day as possible 就是越晚開始公民技術 公民參與越好 那其實越晚的話 政策都已經確定好了 就像符號 能改的東西其實也不多 那這種時候其實沒有想太大力 然後這個最後一個 它是說 其實可能使用 也是用不一樣的方式 來做公民參與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正門表述 但我有點忘記 這樣子 好 那最後用這一道話 結束這個演講 就是 大人們 can work for the people 大人們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let's make it work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你 那接下來我們的時間 進行到就是 我們有一個 3分鐘的Lighting Talk 然後總共 好 5分鐘 然後 5分鐘 所以我們現在總共有 2 3 4 5 6 好 那我們第一位請梅君 好 好 因為只有5分鐘 我是梅君和Julie 然後這次也是從 帶了Rosie和胡秀斯的員工 然後一起跟Kirby 小豬 還有余昌一起到 Open參加Core for America 那我今天想要分享 我們只要跟上面 因為他們已經帶了很多的 暗地分析了 那我比較是想要從另外一個角度去思考 那不曉得我可以講什麼 所以希望大約 那我可能語數又快又慢 然後發入標準 嘿 所以我想要說的事情 Kore for America 發生在11月2號3號 但不曉得大家知道 11月2號3號那陣子 有什麼大事在美國 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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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選舉 在下一個禮拜二時候 選舉發生了 但是還有一件重要的事 就是小熊隊得 第180度 選舉了 很開心 但重點是 不是小熊隊 是選舉這件事 所以 很有趣的事情是 在Kore for America 我們的預期就是 可能從軍裡面的一些習慣出發 會想說 一在那邊 我們可能會聽到一些跟美國政治有關的東西 我們可能要知道一些這樣的訊息 才去參加 會更了解他們的事情 就會發現 其實你不需要 了解太多政治的東西 因為裡面根本就不談 也就是說 在Kore for America 很多會場裡面 剛剛聽到很多的panel 裡面其實聽不到兩個字 中文是兩個字 但在裡面就是 沒有聽不到 How to take this 那我就是很好奇 在內容結束之後 一直在想說 為什麼我聽不到 How to take this 為什麼他們好像不談How to take 那我自己後來在思考的過程中 就想了解庫 不好意思 前提提 為什麼我認為沒有How to take 第一個 在上述所有案例裡面 在內容的兩天會場裡面 沒有任何一個案例在講選舉 Voting 沒有任何一個專案在討論說 我們可以用什麼方式更了解我們的 不管是總統也好 或者是參議員眾議員也好 這麼重要的選舉 應該可能會有一個議員指南之類的 但是完全沒有在談這塊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其實我們也聽到他們很重視 怎麼樣用Digital的服務來幫忙 一些數位的若差 然後服務一些比較弱勢的族群 但我們也知道在過去兩年 其實發生很多可能黑人非常小的事件 那它其實是比較高度爭議性 或政治性的問題 可是你會發現當他們在討論說 黑人比較容易被抓的時候 他們都會盡量避談這種 比較controversial event 他們都不會去談談 他們會直接跳到說 那我們可以提多什麼服務 那些什麼這樣 就是他們完全不會去提那些 讓大家覺得好像可能像 會有人不舒服的東西 所以我就在思考 到底有哪些原因可能造成這件事 那這個是唯一的現場 在中場快要倒數前的時候 他在一個小小的panel的時候 突然之間做作人也說 跟大家講完 今天我們就在這裡 不要一直在那邊講說 我們是非政黨派的 我們沒有什麼政黨的 我們是總理的 我們必須要正視一件事情 他是CV後的創辦人 他說我們必須要正視 如果川普選上的話 那這些就擺就是BOTION 他當然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我詮釋他的意思 那他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讓一個對女性的歧視 會對John Anderson這種自由言論 有很多壓制的候選人 當上我們的總統的話 我們今天這邊做的所有事情 對政府所做的改造 都會負責 所以到底為什麼 聽不到政治這件事喔 第一件事就是 Cofarmaca打一開始 他的宗旨就很明確地說 他們是一個non-placent的組織 說他們要中立 他們不是五號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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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必須要思考 為什麼他們必須要強調 他們必須要強調這個 政治中立的立場 我覺得可能就不需要回到 Cofarmaca為什麼創立 他創立的起意喔 2008年的時候很高興就是 歐巴馬上台之後 他是以著一種開放自由 transparency這樣子的姿態上來 然後他在2009年一開始的時候 就提出開放政府的宣言 要強調人民如何 政府如何帶來transparency 怎麼帶來人民的participation 還有我們怎麼樣有collaboration 公司協作的部分 那在同一年喔 在DC的部分喔 就有Orily Media這邊 就弄了一個gov2.0的上面 然後就召集了所有 系股的大公司們跟 政府大的大同盟 然後大家來討論說 我們怎麼樣的 內容 service 可以把它弄得很好 那這個會議 基本上也就是Cofarmaca 他的founder Genter Parker 他所主辦的 他是這個 Cinor Riley冷天的重要角色 然後由他來做這個活動 所以在這個活動裡面 其實他們就是 你可以想像 就是政府官員們 跟一大堆公司大同盟 然後氣骨很濃的人 大家湊在一起 然後他在跟很多人 考慮的過程中 覺得我們可以來思考 Go for America的這些事情嗎 所以對於Jennifer Parker來講 那一直在強調 在他很有名的title裡面 他只談政府 也在談politics 當他談politics 他永遠是在比較政府的 跟政治正邊 然後他會強調政治會 政治不改變 但是我們可以讓政府改變 所以他會想要推到那一塊 就覺得我去改變政府之後 政治應該就會跟著 有一些些好的曙光這樣 那另外一個可以去思考的面向 就是他們一開始是從 我們剛剛聽過上述所有的fellowship出發 也就是說他不是像我們台灣的狀況 就是我們先有社群 再去思考狀況 再去思考什麼case study 我們可以做 那後面一開始就是直接募還 跟細谷公司們募還 然後送厲害的人進到政府裡面 所以他們跟政府關係一開始就是非常好的 那這個發覺先有了之後 才開始在當地去建立各個社群的組織 這個已經fellowship部分 大概是2011年開始了 那會議是社群的概念 這個會議是等於COFMETA出資到他們成立的 這個是二維一二 比如說社群其實是晚於這個fellowship而成立的 所以也不難道我們會看到在SOMI的狀況裡面 是其實參與者有超過40%的都是政府官員們 然後社群人們相對indicity的 更不用說可能是基督人員 或是不同英雄主治的人員這樣子 那就可以感覺到其實他們跟政府之間的關係相對很好 那你就不太可能會在那個場合提出太多的批評或那個 那實際上的狀況就是 實際上的狀況就是 實際上的狀況就是我們其實 他們其實在面對一個蠻大的挑戰 因為Toku的政策是比較跟這種openness 或者是transpillacy是比較不與不同調的 那對於很多在進行公平科技的人來說 其實是有一種解決性的 那否則對同學來說 那對同學的人來說 那個是川普當選 那我在想就是問題就是 為什麼我們覺得好像在八年來美國做很多事情 感覺他們很多例子我們可以follow 他們百貨好像做很多事 有CTO 他們有Starlo 做了所有事情 可是另一方面你發現 還是有很多人會很願意去支持 比較racist 比較sexy的這樣的角色 那另一方面你也會看到說 感覺為什麼黑人呢 感覺應該要幫助更多不同的族群吧 但是你還是感覺到 為什麼黑人還是能不能被槍殺 為什麼好像某些社會的對立並沒有被消解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是 美國需要去思考 也是我們不需要思考 就是在談論公平科技改戰政府的同時 政治這個角色到底在公平科技裡面扮演什麼 那我們到底可以完全適合不來嗎 那如果中立的角色是不是代表就不談他 還是說我們有什麼樣的方式可以讓所有不同的聲音 一起放在品牌上面對話 好的 那所以我其實沒有時間了 我只是想說 這邊文章很值得大家去看喔 這個就是那個Civic Hall的Founder 他在參加玩Core for America結束之後 寫了一篇回覆這個Core for America上面 然後提出了一些反思喔 那我想他也是在提新聞啊 不能把政府跟政治分開喔 因為如果你不Fix政治的話 其實你很難就Fix政府 因為政府有很多東西 其實也是在政治的影響上面 而產生的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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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會是Core高 Core高要跟我們分享這個 美國聯邦的財政局 要做的一件大事 嗨 那個我是Core高 那其實因為剛剛美軍講的 實在太精采超時沒有被卡掉對不對 我想順便再加一下 就是說 我這一趟去Core for America之後 其實去了DC 然後參加其他的會議 基本上在做Civic Tech的人 就是我認識的人 大家去吃飯 就是他們好家裡死人 我們選舉結束之後 就是每個人都 對 網路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反思的文章 包括剛剛編組這一篇 還有所有 聽我們也寫了一篇 跟發派還寫了一篇 那 Omitia Network也寫了一篇 所以大家 其實有很多 關於Civic Tech 跟政治的反思 可以去參考 好 那我今天要講的主題 就是 是一個比較 比較特點 特定的案例 在政府裡面的案例 那這個是 所謂的Data App 他們在美國現在 在英國的這個 這個實際的狀況 那Data App 大家有聽過Data App 有小數幾位 主要它的內容 其實跟Data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它是世界上 大概第一個 法律裡面直接想到OpenData的 但它的內容 主要是關於支出 聯邦 美國政府聯邦支出的資料 在2017年之前 可能必須要用所有 全部用開放的格式 而且建議每個單位 每個月更新所有的政府支出 最晚不得 就是說 慢於每季公開 所有的詳細支出 不是預算而已 是每一筆五千的額約 然後到底付多少錢 現在付到哪裡 所有的資料 全部都要用開放的格式提供 它也想到 這是一個極大的工程 因為雖然它是中央政府 但是美國中央政府 一年的預算規模 是3.6兆美金 就是大概台灣的 兩倍再乘以30倍 就是大概 台灣中央政府 兩倍再乘以30倍 所以這個答案在2014年通過 它就說 三年內我們要把這個做完 所以它並不是說 通過之後我們就要做 因為這個其實工程浩大 所以他們也知道 需要花一個時間來做 我這一次在Google America 我去的這個Session 就是 它基本上是在分享 就是他們明年5月就要上線 這個計畫主要是由他們的國務署 來負責協調所有的這個 預算跟實際的支出 包括實際這個工程的這個標案 全部都要安排給起來 那為什麼這個案例一定要特點呢 除了它的規模牽涉廣大之外 它是第一個在美國政府裡面 算是一個Graphman-wide的Agile Project 它們用Agile的方式來做所有的設計 包括它整個data model要怎麼設定 因為其實台灣的狀況算相對單純 我們所有的主機跟這個產工都是公用的系統 美國非常的複雜 每個地方自己做自己的 有一些特定的單位它可能有特殊的欄位 在它採購的時候有特殊的規範 都不大一樣 所以他們在做這個過程的時候 其實是要有一個非常快的Iteration 所以由這個財政 國庫署跟這個ATF他們共同主導去 可能有第一個版本的Draft 誒我們Stata到時候用這樣Model好不好 然後開始各個局處就會給意見 誒不行我們這邊可能不符個我們的特例 可能我們沒機會做一些特別的事情不一樣 所以經過這樣快速的Iteration 而且這個過程全部是公開的 就是說是開放在網路上 就算你不是政府的人也可以來參加 所以這個時候也許就會有contractor 他們會進來說 誒這個其實跟我們 實際採購的狀況不大一樣 所以在這個有一個非常非常快的Find that Loop 讓他們把這個Data的格式 大概在去年的時候就制定下來 那在接下來他們會做一個所有的地方 他們會看他們各自單位的能力 有的人會自己寫實 就可以把它拋轉上來 把你現在的系統匯出然後轉上來 那如果不行的話呢 可能就會派部位去幫你做這件事情 所以最後到這個階段 變成說OK所有單位都有能力 讓每個月你實際的支出 全部都進到這個系統裡面來 那這個東西 這個系統跟這個convertor 全部也是open source 在GitHub上面 那開罵的過程都是公開的 那但是最有趣的是說 他們在做這個設計的時候 就說這個最後到底要呈現在 什麼什麼情況下 那這個實際有點像 User Center Design 好像Kermit有這麼大 那這個是每一塊錢 在美國要支出會經過的所有的流程 你可以看非常非常複雜 我相信台灣應該不會簡單的來去 你可能要經過各種各種省的 最後有什麼整體跟所有的事情 那所以這些資訊怎麼被model起來 那所有的單位都要參加說 其實這個真的可以吃reflect的現狀 那最後怎麼會呈現出來 呈現出來他的網站沒有做好對不對 可是他就開始有一個open beta open beta上面是什麼呢 是各種東西的markup 他們直接把他們直接先做設計檔 丟出來給各個單位跟甚至大眾說 這樣好不好 這樣是不是大家想要最後呈現的效果 那所以上面就有各種防禮review 然後大家就一直改版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各種各種的 不同的東西 那所以他們就針對這個實際上 針對應對來 但是因為資料則是已經確定了 所以他們最後都可以產生這種東西 只是現在呈現上的問題 他們也提供開放討論 讓大家來參與的方式去進行這個內容 去做 好 那所以 這個 好 所以這個其實你可能會想像說 欸 他有點難想像欸 我們有辦法去 就是說外包給一個廠商 然後去找他用這種方式去跟所有的人去溝通 欸 到底要 最後要怎麼review的嗎 不可能 所以這個 這個等於是說 我們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因為它先是要太廣 所以各個單位之間要怎麼合作 怎麼協作 那可能都要有新的方式來進行 那所以 昨天 上禮拜剛好是這個開放資料的行政院的諮詢 那我就提出了這個案例 其實現在這個 AU政委有提出這個要做開放政府 跨機關的這個 要一個更好的優惠方式 那我覺得這可能就是一個很好的出發 因為它是垮所有機關 然後它的內容其實不太controversial 那所以 可是可能可以做一個很好的 跨機關的一個練習 一個開始 好 好 所以 我們就拭目以待 謝謝大家 好 接下來換你小班要幫我們介紹 CVPG 好 因為開場的時候那個 捐款網址露出的時間只有三秒鐘 怕有點不夠 這樣跟大家討論一下 好像可以做一個那個租屋的那種 大家可以自己撕了回去慢慢捐款 嗨 大家好 我是最近將加入就是就送團來幫我的小班 然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12月底要開始起跑了一個G0P的CVTECH PRO TYPE GRAND 公民科技創新獎助金 那就是12月31號開始增進 增進到1月底 然後我會給你30到50萬的 呃... 獎助金來幫大家完成公民科技的事情 那為什麼要辦G0P GRAND呢 因為VOLDAO參加過相關的公民科技專案 可能像剛剛美妮說的 台灣都很多是議題based的事情 所以我們可能遇到議題的時候 我們就說 哈 我們一起要把這個東西解決 然後我們就會很辛苦的把這個 就是幹掉很多東西 但是結果 現在已經有14點這樣就 然後結果我們會一台有發現我們要面對的 收穫問題可能是這樣 所以我們覺得可能沒有辦法靠大家就是來個G0P 然後幾天之內就這樣做出來 我們希望可以做就是更長期的東西 從野生大家自己的專案 然後到一個可以持續開發的Prototype 然後接下來這個團體會非常好用的Type要吃 前面是有美美的設計師在做Prototype 所以我們預計支度為期半年5到7個專案 然後所有人都可以來提案 我們給你6個月 一個project 30萬到50萬的獎金 那這樣子的時間 你可以做什麼樣的專案來協助改變台灣 那我們會用主要是6個主題 現在有個還不確定的特別主題 到社會公布 然後新媒體應用開放資料 公共服務 比如說剛剛那些監獄更生人的可以算在這邊 還有開放政府 我們如何去改變 C-L高昌或的這種 把政府match之處也在算在這裡 社會參與有什麼線上討論的東西 還有社群的基礎建設 比如說 就是逼大家常常就是做到一半 然後那個坑就不見了 然後下面有人要來做的時候 又找不到那個坑在哪裡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把轉案結在一起 那你怎麼參加呢 你只要是一個人 然後對你必須要是一個人 然後你居住在台灣 我居住在台灣 我居住在台灣 居住在台灣或是台灣國籍的自然人 然後到我們的網站上去 寫你的提案東西跟想解決的問題 然後我們會採用 剛剛C-L高提到的 Power Refuse Idea 就是你可以先隨便畫一個很醜的圖 或是直寫 像我像直寫幾句話 然後就先丟到網站上 然後旁邊的人來說 欸我覺得你這樣做好不好 或是這樣做不好 或是你自己沒有想法 但你可以上去當微觀者 就是一直批評人家的 一直批評給監測性的建議 讓大家可以做得更好 那普通的時間軸就是 十六月十七號 就是引力大衝的時候 大家可以來大衝的時候 更多的細節 那十二月三十一號 我們開始提案 然後到一月三十一號 然後到二月過完年之前 大眾批評截止 然後三月到九月 就讓大家去把這個 公民科技的專案做出來 使用在場 大家如果想法的話 可以來提案 那最後九月的時候 我們應該會跟WCIT合作 一起做一個很大的報告 是這樣子 那專案要求到時候 主要就是要符合台員的精神 還有要來距離必大衝 發展你的進步 還有你一旦拿這筆錢 你想要做什麼樣的東西 不可以我們給的錢 然後你就落跑 這樣子就是專案 就是這樣 大家之後可以再去看 然後G20V跟就貢團 這邊給的是補助金 甚至可以提供技術指導 每個月有四小時的 可以找戶網友的費用 或者是你想要 比如說你就覺得雨昌很可怕 可是你又很想要跟施改會合作 那我們就可以幫你跟雨昌講說 欸 補充施改會這樣 然後媒體告老部幫他社群資源 大概是這樣 我已經有在五分鐘裡面 就這樣 然後 Frequency X Question 原來還沒有人開始問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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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跟這個 所以這個跟有關的事情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12月17號大送的時候 來 我們會有一個報名的詢問台 來 接下來是那個 Michael Z 好 各位好 那個我叫Michael Lee 我第一次在講的Edging Talk 所以有一個希望想能夠好 那個我是想說 來拉回到一個台灣的 有一個公共政策來打 公共政策的一個討論題材 其實會 其實我不太確定那個 他最後最後最後有什麼具體成效 所以說我昨天有寫一個文案 然後來跑一下這個程序 就這樣 那這個的話 就是反應就幾點 那 因為這個我剛才做到案例 就是今年那個 之前 其實這我印象很深 因為這是一個網路工 就是很台的 就是女生在用的 就這樣可以 可以網路工 我看一下 然後他們說可能那個60天之後 其樣成功 然後好像有一個政府單位 會針對你這樣的民眾回答你 不過就是 意思說對我來說 跟光子打交道 那人家發言還會回答你的問題 也是蠻刺激的 那 這個 這件事就是我昨天晚上寫好 在GDP的iPad上 那 反正我強調是說我好程序 那這個 所謂的價值觀跟理念 事實上 對我來說可有可無話 坦白說 那所以 那個 我略為解釋一下 那最後可能還是可以看一下後面 就是說 講說現在反正就是異性戀討論 要不要結婚 異性戀結婚 是不是說我們的法律還要包含同性戀 有一派的人是說 我的法律 我不要讓你們跟我用同樣的法律 這個很強烈的一個看法 所以說你們用你們的法律 我們用兩個法律 所以我的邏輯這樣定一下 直接拉到後面 我的邏輯定一下來說 那這樣子好了 那我是用管理學的角度切入 就是說 爭議很大 所以呢 第一種 就是說 幫這個 幫這一種人呢 就是說制定一種結婚的法律 那你們的法律 是包含同性戀可以結婚 那再來就是第二種 一模一樣 所有的條文都一模一樣 只有開條的前提不一樣 就是說 我們這些異性戀在結婚的時候 我認為你們的同性戀可以跟我一樣 用同樣的法律 所以我是這一派律 事實上我是這一派律上 就這樣子 所以說我前面的論述 就解釋說 那這樣子原本的法律 已經被塑献功能 只能被 這是我的論述 只能被基督教的保守派 這樣子的分支 然後呢 只能被上帝跟聖經 而且只有你 定義的男人跟女人結婚 說憲 那我 我不是基督徒 我是一教徒 或是佛教徒 或是其他宗教的人 而且我還同意 我同意 同性戀可以跟我用同樣的法律 那不是被你們排除在外了嗎 所以 至少你定義的法律 可以保障我的宗教治理 我的法律 這樣子 好 那其實我不用解釋太多 最後我還 這修改很七七八八的 所以 直接 因為我直接接他們去 接到剛剛那個 官方的平台 這樣就好了 直接 好 因為那是鐵空不滿 所以就這樣 好 謝謝 然後 下一位我們關小黃 沒有 OK 慢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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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很緊張 我一定是Lighting Lock 然後 想跟大家說 我的工作是在 政府單位 然後呢 在經濟部這邊 可是我在我看來 其實 整個社會上 其實 有分反對聲音跟支持聲音 可是通常反對跟保守聲音 超級強 所以說 其實支持聲音 支持一個改革 或是支持一個新的東西的能量 通常是很難匯植的 所以在這個狀況下 其實政府通常 完全沒有籌碼 去跟反對的 或保守的力量去談 因為我沒有支持的聲音進來 所以其實 我這邊其實是 站在政府的力量 其實我們真的會很需要 如果大家對這個整個社會有一點期待 其實很需要大家 去實體的支持 傳統的介面 你可以去參加 真的沒關係 就是 譬如說透過社論 然後呢 打電話 實體的動員 我覺得尤其是社論 其實非常有效 我們政府常常會 每週有一個輿情匯報 然後就會匯集一週 我們到底有什麼社論 在跟我的議題有關 然後這時候通常 假設我經濟部 就一大堆反對我們 改革的社論出來 然後支持的 沒有半天 然後我們就 不會被打假的 所以你可以 政府常常提出很多東西 都越來越被限縮 越來越被保守 就往那個方向去 去跑 所以我其實覺得 大家其實 很關心這個社會的時候 其實這些實體的動員 其實參加也很重要 所以在這邊也 跟大家講 比如說最近 我們接下來有能源 改革議題 或說明天 有婚姻平權議題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選一個 你喜歡的版本 然後真正去支持他 我覺得這對整個社會很重要 謝謝 謝謝 好 非常地簡單 一分半 那個 接下來我們有一個 這個 特別來賓 哈囉 是Alex 對嗎 對 好 他跟我們分享 這個 跟他們的 我們來講 我們來講 4個 9個 1個 10個 2個 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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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個 5個 所以有人要幫他翻譯嗎 OK 自願的翻譯 OK 好 太棒了 你叫什麼 他有Jeffrey Jeffrey Jeffrey 你要不要試試看這一個 OK 好 OK 謝謝 等一下 你好 那你要不要介紹一下他 喔 好啊 這位是 聽說你們剛剛已經幫他翻譯正常 哈哈哈哈 盡量 OK 對 那這位是MS 他是那個 德國的另外一個名額 康尼亞米格歐德國 算是會 與會者吧 呃 呃 對 然後他們在那邊就是有幫助一些 在2015的時候 我們來 不是有一批那個 虛尼亞難民嗎 他們就幫助 來自虛尼亞難民 學習康尼亞的技巧 然後重新回到社會去做一些工作 對 嗯 然後 他們現在是在準備他們的賽 請等一下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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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要點軟一點 因為他這樣會有 OK OK 這樣不是你 OK 跟他講一下我來 OK 嗨 My name is Alex and I'm from Berlin I'm here with Nina I'm here I'm here yap It's there I'm here I've been like 2,3 weeks ago It's our first time in Asia in general and we came because online we watched the video from Gav Zero alby time Expandings the background It was so inspirational to us We hope we want to see this like firsthand because lots of people talking and you never know what it's about so we want to explore our staff 他跟剛才那位DNA一起來的 然後他們因為看G&B的影片之後就一定來看他 對 然後因為他們不知道可以接受到誰樣的人 或是誰樣的教育 所以就這樣子一路來然後參加了不少VR 對 OK And this light is not like like it's not spontaneously that we do this little lightning talk And it's about after we watched the previous talk It's finished with like why is there Trump in America And how is there people who are in their filter bubbles And how this can only be changed if people experience democracy personally In different ways And that there is an information flow coming also to them So it's a similar experience from the bac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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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穿浮水上的時候,還有一些那個bubble,是嗎? 對,我們只是說什麼。 對,我們只是說什麼。 所以,然後有一些... 對,所有人有什麼... 對,我們也曾經經過這件事。 我曾經學習,我曾經學習, 我曾經學習,我曾經學習, 我曾經學習, 中文化的文化 但是他們並不太滿意 他們在看的 而他們想要去更多負擔 以它們再改變更多負擔 如果是開設、開設或開設 我們想說是更多負擔 要給他們一些資料 在工作的一天 人們不在生活中 有一定的教育可以在某個天上 因為他們是悠悠的 他們不能在某個天上 所以我們開始了 多久 你為何會不成功? 所以人們在平日的生活 人們不生活在教育最多 這就是4小時在一天的工作 大家可以做到什麼? 在那邊,就算在等國一般的領眾還是不會太在於政治的東西跟政治相關主題 所以他們希望會有更多的問題 所以在2014我們開設了我們選擇的 EliseBugup us- we wanted to try to out-soothe-work-e-ight-other in build some kind of agency where there's no boss and this is what we started first and then the next one we built a little programming school where we wanted to teach more people to build stuff 就是他們為了要讓更多人參與這樣子 就很... 一直忘記了 就是那個政治的一開始是為了讓更多人 就更多這樣講政治的議題 所以開始很努力啦 可是後來他們又跟人家推進網coding跟open source的東西 所以這個又辦了一個味道的bit-up 來推往更多人去學 且扣文的東西 你才有更能力改進這個社會 OK So then next thing is in August 2015 there's a lot of refugees coming to Germany and so we built like a platform to to find those refugees who are interested to connect them to locals through work so that they can find self-employed work and we have now by now I think 400-500 refugees signed up and every week there's actually new jobs being posted most of them actually are IT related which is why immediately afterwards we used our knowledge and created like a little online platform where we have our teaching for free available to everyone who wants to learn programming with the idea that the refugees can learn and then afterwards actually apply for the jobs that are listed and in the month of 2015 24.25的時候虛擬兩難民買到了他們德國 那為了讓他們能夠更快地失業 更快地市民以及融入這個德國社會 還教他們其扣的部分 甚至還建立一個平台叫 在威治.com,威治.com的听似台来协助他们学习 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的选择,而且你要付费或免费的 但是,你也要有点自己的动力才能学下去 因此,他们上了白半的一个 Coding Amigo的Bit Up在台北这边 赢了东门站 在东门站附近的一个地区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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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arter Digital Quarter,你会熟吗? 可能 现在每个礼拜二都按这样子 他们都有在这边办一个战友迷达 如果有兴趣,可以回去 所以,如果你想参加,我们的第一次训练 那就是上礼拜不是他们第一次上迷达 如果你们想参加,就是 每个礼拜应该当允许是3,9 好,谢谢 谢谢 至少还会留在台北六个礼拜左右 好,那 我们时间不多 然后,接下来的时段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请刚刚三个讲者 就是小猪、宇昌跟 Kirby 到这个台前 然后,我们有一些 就是,这个 网路上 在slider上面已经有提问 那我这边自己也准备了一个问题 然后先让大家来 分享一下 然后 我的问题结束以后 网路上问题也结束以后 我们再开放 看时间 我们看能不能开放一两个现场的提问 好不好 好,那 先给一点掌声好不好 谢谢 好,那 我的问题很简单 就是说 诶,请大家一次 喂 好 好 好 那个,我的问题很简单 也许 请 大家 请大家来谈一下说 因为像 Jillie Bee 已经四年了 然后 我们现在也在面临就是说 怎么样 同性的基础 社群的基础建设 让这个社群更稳定的发展 等等 然后包含刚刚 这个小伴 包括这个CVTech Gram也是其中一个项目 那各位就觉得说 在CVTech 这个结束之后 觉得 诶,我们台湾这个Jillie Bee的社群 的优势是哪些 或者是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是不是从科并 我刚刚也有提到就是 合作这部分 我觉得Jillie Bee这部分 比较缺乏 应该是看我们想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不想他们答应 像CVTech 他们想要推进政府 不管是用科技 或者是设计的必要来推进 那你要怎么会 你总不能就说 我今天就 闯进去政府 把他们东西都改掉了 对 所以某种有效率 或者是一种 循环式的设计 这样的做法 我觉得是不错可以学 像我刚刚提到 他们在SUMIT 整个就有点像 直销大会那种感觉 但其实这种包装 就是他希望可以把这件事情 做得 那个力量看得太强 那政府单位 或者是他们的投资 就会把这件事当成一件好的 然后就会想说 看起来不错 这个Fail 我都不赖 那我想apply 我可以apply嗎 就会下一个人就开始 然后就会有更多的项目出来 然后就可以再进一步推进 这是我觉得蛮值得去参考的地方 只是因为GLEV这个概念 我们在这边 其实一直都是一个 去中情化 非组织的方式在做 所以这边其实是会有点困难 可能会需要另外一个实体 是来协助这个进行的 它可以是一个GLEV专案 一个专案叫做 Cofo Taiwan 这样的东西出来 然后做他们一样的事情 所以应该是一件事 对 吴凡先交给一下你 我觉得有点我看到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就是除了我们刚刚分享的主题外 他们外面还有摆很多汤柜 是一些公司 那这些公司他们是来帮忙 来帮政府做open data 或来帮政府改善合战 所以说我觉得在他们那边 就是这些CVTAC的公司 的薄弱程度比台湾还要很高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学习的方向 那虽然说可能像在GLEV这个角色 可能比较不容易做到 因为其实我们就是去中心化的组织 那所以说可能 大家都是利用自己写下的时间来做 但是我是觉得我们可以思考 那为什么他们可以做 这之中 就是可以 也是可以做一个business 但是同时间 也可以改善政府的一些状况 对 那我觉得这是蛮值得学习的 其实我个人觉得 我在CoverMailware看了很多 那我自己目前在 因为我自己在不知道 当台委员会 我当街人委员 然后我有涉入一些政府的 一些资讯的运作方式 那我个人是觉得比较悲观的是 在那边看到的东西 像资讯公司很多 但是在台湾就会卡在采购房 然后说政府 政府还有什么循环式的一个design 或者是类似像小王岛 握比解开发的 一群环道政策里面去使用 那这个东西在我们台湾政府 目前也绝对是至爱难请的 那我觉得我们台湾可能 必须要先做第一步就是 我们需要有更多人去厘清政府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政府的流程卡在哪里 那如果我们没有去了解 政府真的问题出在哪里之前 我们可能就是真的没有办法 像COVID-19卡 因为毕竟COVID-19卡 他们送了很多人进去 然后用fellowship的方式合作 而且他们的fellowship 还不是只是把人送进去 那我们每个星期还会开一次会议 然后了解一下各个部门做什么 然后有一些跨部分的经验 分享跟串流 那台湾目前这部分 几乎是完全没有 那怎么样把这东西重新做起来 我觉得这个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调论的东西 那第一步就是要先了解政府的落地出在哪里 那如果还没有了解的话 这个就比较难做 好 那在我们的线上有这个 针对雨昌 喂 针对雨昌的回 那个提问 想问一下说 你说那个 这个五指化的监狱 就是可以降低那个 走私的发生 就走私物品进到监狱里的发生 这个观点是什么 可以再多解释一下 就是其实很多监狱里面 会发生问题 主要比如说像监狱里面有图书馆 像如果有看威慈忌的酒 我不知道 很多东西是透过图书馆的书场 运来运去的 就是我送出的时候 顺便送一份什么东西给你 那那个品是从别人外面进来的 那同时其实监狱里面有很多 家人寄来的东西啊 然后什么青鸣汉 寄来的东西 或者是从外面送信来的 就是NGO什么捐献的物资啊 像这种 有只要这个管道 那监狱的监狱有时候 有一些管理员 就可以从那个管道 偷偷也运一些东西进来 然后这些东西就是 透过各种在监狱里面 配送物资的管道 在监狱里面就变成一个走私 一个生态集团 那如果说你今天推行的物资的话 第一个就没有输了 第二个 你课程什么需要东西也没有了 那受刑人家人借来 限制你请他们用E-mail 他这个地方就可以 又可以地点另外一个 实体物资的人进来 那透过这些方式 就可以一定程度的 降低监狱里面的走私 那降低监狱里面的走私 就可以降低监狱里面的人 取得危险物品 甚至那个动物 然后伤害的这些问题来造成 好 第二个换小猪 就是关于那个实物券的申请 是否当地有这个公共的电脑 来提供这样的服务本申请 那过程当中这个政府 最后是怎么样 他们改善了自己的哪些流程 去接这个 线上的服务一机 他最后是不是还要硬直奔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他们其实他们在演讲的时候 有提到就是 他们可以用读书馆的公共电脑去使用 那同时在这个saving他也提到 就是说 当他要开始申请流程的时候 发现这流程异常的复杂 甚至有一个PDF 你需要点这个PDF下载的时候 提起这个表达 那点下去就是 就是发到哪方 是不是 对 那所以说是 其实有这样各式各样的问题 那 至于他们政府改善了什么 其实 因为在GateKill Fresh 他们是跟郡政府一起合作 所以你在特地的郡 因为加州才有很多郡政府 在特定的郡里面 他是直接可以用 GateKill Fresh 这个系统 直接在线上赏密之后 那 这些资讯 就会直接到郡政府那边 那接下来 他们就会有人来反应 也就是说 他们是直接把 这个系统跟郡政府 直接接在一起 那你就不需要再透过 原本的那一个 值份去申请 那 额外再说 就是那一个值份 他是可以用Email 方式去计算 那你可能就是要 自己要掃描 或是 呃 我是觉得不太可能 就是你直接去填那个PDF 因为毕竟 假如说你需要申请这个的话 呃 那个工作是有点点 有点复杂 就是你假如说你要点击PDF 或是填PDF 那 额外的资讯就是 我发现他们有另外一个系统 就是你给他一个PDF 他会把它变成 就是一个表单的形式 就是 譬如说要填什么资料 他就会直接帮医生和表单 就可以直接帮他填进去 那还蛮有趣的 那是还在扣托台的结果 好 特别 我再想补充 好 我再想补充一下 我知道好像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模式 是 就是有自购外加在互访盘 然后带着电脑去 然后直接问你能不能需要 我需要的话 他只是用他电脑方的填质 这样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有些地方 他们 网络或交通都没有很方便 可比 就是 我们刚刚看到很多这个 就是应用嘛 那这些应用的这种 后面的这种基础建设 连接或这种形态 觉得跟台湾的状况 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说 我们如果要直接 有这样的状态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 就是台湾的现况 是有什么 我们是可以直接apply的 或是台湾可能还要做什么样的调整 以及就是 台湾是不是已经有 就你所知 台湾是不是已经有人 在做类似像这样的服务 跟尝试实作 然后要怎么样连接到这些人 这问题蛮难回答的 我觉得大方向来说 其实专案都会蛮类似 但是其实你如果牵涉到 防疫执行的细节 其实 各国的法律都不太一样 你一定要经过 某种patch的动作 但是幸好他们其实大部分的专案都 应该说所有的专案都open source 所以真的要用 我们就先把批分过来用 然后再依照我们自己的需求修改 就好了 这应该是 他要问的 他要问的应该是说 台湾的 包括法令 或是台湾的这些基础建设 是已经有 到我们可以做这样的 这些都摆depends 摆不同的法律 跟不同的状况 所以没有办法 不太可能一次就回答 一个答案 对 所以我觉得问题 就是depends 那小猪 这里还有一个我问小猪的 就是关于那个relief的 那个简讯 那个里面的问题 政府会存档吗 同样的问题 他还会再重复问题吗 应该是会 因为 Emily跟那个 Gekill Fresh不一样之 他们看起来跟政府之间的连结 比较没有那么大 所以你看到 他们输完资讯之后 他是跟你说 你可以到哪里去办这个资讯 而不是 就是把这个资讯上面给政府 所以他的连接点 比如说像 Gekill Fresh 他跟政府的连结是比较深的 但是Emily 他比较像是 他有一次可以申请很多种服务 或是你一次可以评估很多种服务 但是 他是比较跟政府的连结是比较深的 有点像他是比较广 但是 但是比较 連接度比较低 那Gekill Fresh 他单一只做 就是食物援助的计划 但是他跟政府的连结是比较深的 毕竟他要打工之间的缓解 都是需要跟一个一个郡政府的合作 因为每个郡政府之间 状况也不一样 那 CLEAR MAN也是一样的状况 好 最后一个宇昌 想问一下说 刚刚提到就是说 有这个法律会限制到这些人找到工作 那想问说 是怎么样的法律会限制到有犯罪背景的人找工作 是直接的 还是社会的歧视 我个人其实不太清楚很多状况 那 至少就在台湾的话 第一个 就比如说你要开 我只能举台湾的例子来当例子 但我不知道我们的就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是以台湾为例 举例来说 你如果要开Uber 或者是你如果要开计程车 第一个你会有前科 所以有前科的人 就不可能去开计程车 或是开Uber 因为Uber需要来抑制 那再来像是有很多老板 其实他们会有点担心 比如说 其实我觉得这个歧视多少 歧视或者是你对他有忧心多少个存在 比如说 如果你们公司履性比较多 然后你找来的新员工 他可能有抢到前科 你会安心的让他来这边工作 这好像大家可能不太会安心 那再来像有的人是偷窃 那有的老板可能就会担心他的前辈偷 那或者是像我们台湾的话 你记得是金融泛团的金融公司 那像这种状况其实也都有 所以他那方面 法律本来就会限制 有一些部分前科的人 在去做一些工作 那当然 他可能有他的理性存在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人也会恐惧 就是有这样前科的人在我这边 他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当然这其实就造成了 就是这个犯罪过的更生人 他复归社会的一个困难 因为他没有办法很容易的回到社会 那正规的赚钱方式 他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 他很容易就会再回到 他过往违法的那个方式去赚钱 那结果就是 就是变成我们就是不断的再犯罪 那这其实就是跟大陆 那有更多兴趣的话 可以去参考报道整个篇 然后报道叫做龟队 龟队还是什么的 龟队 对 各样的协助 那主要都是住房的限制 那可能是他们在住房的时候 就在法律上就有规定 就是 假如说你有前科的话 就会 就会让你做这些事情会有困难 那所以说 像他刚刚讲的是没有错 但是 我像CreditMyRecord 他有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他是希望这些人 他已经犯罪了很久 那 很多人其实都已经改过资金屋 他根本就在二十年前 二十年之中 这些他都没有犯罪的机会 而且 他又是清罪的状况下 可以去 去除掉他这个机 那我觉得这对一个 concern 回来社会工作其实是很有幫助 那同时对社会 其实也有很大的幫助 譬如说你可以用更多的工作 他就 就不需要再用复法的方式 然后再来 获得他的收入 好 然后上面还有关于 就是科比的书的部分 已经有了伟大了 然后还有就是说 这个 谈到这个社运性 就是Tof America的社运性 跟批判性 跟台湾GDP的比较 这刚刚美军或者是其他 应该也有一些讨论 好 那我们现在现场就是 开放就是 一两个问题 有没有人 好 呃 我可以做一个讲 就是 我觉得刚刚科比学长 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 我们那么均匀是没有人的社群 我们不管是对社会运动 开放这种资讯 开放社群很多 大家在这里 可是 就是刚刚科比学长讲 是我之前也想过 是不是 当有人做的是 代用政府 可是有人做的是监督政府 那我并不知道 接下来同样这样 是不是可以同时 一样都还是在整个 GDP社群之中 所以说这个问题 应该是说像在美国 如果COP America 跟他们的Sunlight Foundation 是不是他们就切得比较开 监督政府 他就一直监督政府 因为他可能就在这 里面 他可能在这外面 可是COP America 有的人他就是大量的送人进去 那我并不知道说 在台湾如果现在看起来 这台湾的开放社群 跟工程师都是在 具努力里面的时候 后面是不会有问题 或其实这个问题 开始值得思考 好 我刚刚其实也有提到 一个部分 就是循环部分 Summit 然后政府 Fail进去 然后成果 成果 再来Summit 一个循环 而这个循环是可以 很容易被打破的 我今天如果 在Summit里头 出现一个 政治现金专案 你可以想到政府 会怎么反应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们在那边 你刚刚也提到 直销大会 你会觉得它是很正面 很阳光 我们做好棒棒 我们成果 我们造成多少人 怎麽样怎麽样 而且许多的 非议文家 政府官员进来 不断地强调这一点 我觉得 他们是不太可能 去做打破 这个循环鏈的一件事 虽然我没有证据 或者是我 其实没有这个 官方底下运作 但是我觉得 大概不会有 出来一个 监督批判 或是 觉得政府做不好 我们该怎么办 的一个这样的 Keynote 或是 Session 跟东西这样 所以它这个整个概念 我就会说 它跟距离比不太一样 距离比起 很多东西 他们不是强调说 我们要来 加速 某个系统的运作 让更多人 怎麽样的 有些事情是 所以我们纯粹我们开工资料 我们来把一个资讯揭露出来 我们来让很多事情 可以更参与好问等等的 我觉得城市都很一样 所以你刚刚说 是不是有可能 无法在这个系统里头 我一开始也要稍微提到 我们也可以做类似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有 中国台湾的 国家 国家 这个理念 因为它会让你 成为一个共犯解 一个 循环解构 就是 我无法 我相信 大家可以想象到 今天我拿一笔钱 比方说我是 某个范某某 然后我先帮那个 味差 拿了一些钱 我要来做一个新闻 他们可以做很公正的新闻 但是 鄉民的声音 一定是非常难听 对 那这其实牵涉到 新闻的中立性啊 还有你的新闻 那为什么 你其实新闻 做新闻应该拿钱吗 或是现在整体整个 新闻业的商业模式 等等的问题 其实这个其实可以看来很大 我回到头来 我觉得就是 应该可能要往往程度的 分开 你把你一个核心概念 抽离出来 像距离比这样 就因为我们都说他没有人 其实大家可能不太理解 我们就是说 我们只要开放 协作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参与 任何人都可以参与 任何人都可以变成距离比专案 但专案本身会排除其他人 我今天是永和的 我也可以一个距离比专案 我今天我反核 我也可以距离比专案 这两个一定会打架 对不对 他们不会互相去参与对方专案 他们已经有排除性 但距离比不应该有这样的东西 对 这样有可能让我们有问题 那两位有要扶住 如果我们想问 你这个 我觉得我们台湾有一个 应该有一个就是反对的 反对跟监督政府人 跑去跟政府合作的案例 然后就是我们那个开放台电 好像小平在 不知道他会不愿意分享基点 你这个我吗 对啊 因为我觉得那是蛮经典的一个案例 因为一般来说 政府不会有那个 应该我自己的感觉啦 就是政府里面有不少人 其实 就公开了嘛 就这么讲 就是有一些人 其实是有玻璃心的 就是他没有那个 雅亮去容忍那些 跟他反对的工作 那我觉得开放台电这件事情 其实那个时候有不少的 还蛮 算是蛮特别的合作 但是我相信里面 一定也是葛涛兄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分享 可以分享 OK好 不好意思 讲一下背景架构 就是开放台电 他那个资料工作圈的会议 基本上是叫 团团进来 然后呢 资料 我们这边经济部 等于是就是一个中介的媒介 然后另一边是台电这样 然后一个礼拜开始会 然后呢 其实在这中间 其实第一场会议的时候 那个火爆性就还蛮强 就是因为长期这两个群体 是互相很不信任 没有互相不信任 就是单方面很不信任 另一方面 所以他们一开始就会 可能说 就表情都很臭 那但是 那经济部在这边 基本上就是做一个缓和的角色 然后呢 也帮忙去试着 让台电更多的资料人开出来 然后也在这中间 因为充分的一直讨论 一直讨论 所以台电也会说他们的业务上的难处啊 或者是政治上的难处 组织上的难处 那 呃 环团也不是所有 大家都愿意这样谈的 其实有几个环团 那可能一开始就是 后来就不参与 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很坚持 反对立场 那也没关系 那有些环团其实这时候 就会愿意坐下来 呃 顶持着他本来就要推动的一些方向 比如说地区节电 或是推动太阳门再生内源 那他们在这个方向 其实真的会有一些资料上的需求 所以这边资料其实是一个中性的 那通过这样的中性 那这两个 这两个群体 本来可能是互相反对 呃 反对状况不信的状况 然后渐渐的 然后重担 然后也真的有开出一些资料 虽然 这些台电的 呃 大家还是很辛苦 就是开这些也是娃娃球 但我觉得这 这透过一个第三者的中立的方式 来去调和那样的 的氛围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 这样的运作 好 好 那我们今天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好 那我们就留给大家自由交流的时间 那请先大家掌声 这个鼓励 就是 感谢我们今天的讲者 好 那最后 跟大家提告一下说 我们这个12月初 哈 OCEF还有另外一团 就是去这个 巴黎参加这个 开放政府 呃 伙伴联会 OGP Summit 好 那所以预计在这个 啊 这次除了 Gilibee的伙伴 OCEF之外 我们也邀了一些 这个民间的社运团体 跟我们一起去 那 这个团其实蛮大的 那我们也预计在12月底的时候 会有再有一次 这个 OGP回来的分享会 那希望大家能够再踊跃发比参加 那这个 最后最后 要请大家帮个忙 就是 是不是大家就站起来 然后在这里 然后请江浙到 这一边 然后面对这里 然后让大家拍一个大合照 然后我们就结束今天的活动 好 那